第2521章百节仙光 东阳道友 立刻拦住他们 真离公子迅速反应过来 立声喝道 那位名叫东阳的大眼天宗后人 脸色也是一领 迅速探出手去 向下一拍 只见到 那一道道沉寂的阵纹 顿时像是活了过来一样 绽放出来了一道道璀璨光滑 释放出来了一股毁灭的气息 哈哈 这怎么可能拦得住我们 清秀少年大笑一声 将那破望仙丁催动 他们前面的虚空 顿时如镜面一样粉碎开来 一股柔和的力量 裹住了他们三人 没入其中 消失不见 该死 真离公子 燕丹青等等人见此一幕 脸色都阴沉下来 早知如此的话 哪怕会多耽误一点时间 也要将这三人给斩杀 看来 我倒是小瞧他们了 东阳缓缓说道 他当时阻止了真离公子等人 因为他想早点拿到那件东西 其次他也根本不在意秦南三人 所以没怎么上心 现在该怎么办 他们提前进去了 那岂不是 真离公子阴沉着脸道 他为了来这九霄先帝所留的传承 可是放弃了另外一个大传承 真离道有 你们就放心吧 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东阳冷恒一声 道 此乃九霄先帝所留的传承 里面岂会简简单单 他们不知里面具体的情况 也不知具体的位置 说不定就会到一个杀局里面去 即便他们到了那传承之处 他们也根本无法拿下传承 真离公子 燕丹青等等人 想到了什么 脸色略为缓和了一点 不过 出现了这样的变故 仍旧让他们心头一紧 施展出来了更为强大的手段 只为加快速度 毕竟 凡事都有万一 他们可不想到投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与此同时 秦南三人只感觉像是在穿越时空一样 过了足足促实习之后 他们身体才陡然一清 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都目露异色 虽说不知这破旺先钉为何物 但是他们很清楚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未来的清穷之主 果然不简单 两人迅速平复了心神 抬头向前看去 现在的他们 位于一片山谷之中 四周都是悬崖峭壁 天空则被无数乌光挡住 应该是无法强行飞出去 嗯 那是凤凰血树 还有听命玩石 嘶 那不是九圣之花吗 天极榜之灵有所发现 顿时倒吸了口冷气 秦南也看到了 在这山谷的四周 生长着一棵棵奇形怪状的古树 古花 石头等等 每一种上面都遍布神光 里面蕴含着古老玄妙 显然都是非同小可的天才地宝 哈哈哈哈 我们运气果然不错 竟然来到了一片福地之中 清秀少年得意的大笑起来 对了 我们的商量好 这些东西怎么分 清秀少年忽而想到什么 严肃道 此次你出力自大 自然是你占大头 天极榜之灵说道 虽然他们觉得这货很坑 但不得不说 要是没有这货 他们根本无法走到这一步 嗯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过 这些东西我用不着 你们把仙剑给我 此地的一切宝物 你们两个平分 清秀少年咽了口口水 紧盯着秦南 秦南与天极榜之灵都是一愣 虽说七品仙器相当珍贵 但是此地各种的天才地宝 已经有了二三十株 完全超过了一件七品仙器 这货还真是事件如命 关键的是 他拿这么多件 压根都不用 两人摇了摇头 答应下来 就准备去采摘此地的天才地宝 两人不敢大意 都用规则之力演化虚无大手 分别落向一颗 然而 就在这一刹那 那两颗天才地宝上面 陡然爆发出来了一道绚烂之光 将虚无大手给直接动穿 嗯 三人都是眸光衣领 这还没有结束 整个山谷内的二三十株天才地宝 仿佛都从远古中复苏过来 其其爆发出来了一道道璀璨之光 汇聚已经 竟是形成了一条光芒长河 朝着秦南两人滚滚冲来 这是什么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的脸色皆是一变 他们从这光芒长河之中 见到了雷霆披落 古塔降临 神魔怒吼等等异象 每一种都具备了一股惊人的毁灭气息 非同小可 百结仙光 清秀少年惊讶到 没想到 这个世上 竟然真的存在这种东西 光芒之中 蕴含百种天地大结 百结仙光速度奇怪 眨眼间就已笼罩在了秦南两人的上方 使得他们两人不得不运转功法 打出神通 轰轰轰 一道道爆炸声响撤起来 百结仙光的恐怖之处 也开始体现出来 秦南两人从光中所见的各种大结意象 全部都从中演化出来 朝着两人不断轰下 就仿佛秦南两人引发了上苍之怒 本源之力 秦南大鹤一声 大同天绝运转到了极致 化为了各种各样的杀术 将一道道异象打灭 但是 他们破灭之后 竟然不到一席之间 就恢复过来 不好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脸色都是一变 这百结仙光 非同一般的强大 光靠他们两人根本无法抗衡 你还不出手 天极榜之灵看向站在一旁 满脸惊叹 无所事事的清秀少年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开口喝道 啊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啊 雷声太大了 清秀少年见两人怒目而逝 顿时叹了口气 揉了揉头 道 真是麻烦 你们两个也太弱了点 连这百结仙光也解决不了 到最后还是要我出手 说完之后 他又叹了口气 分别对着两道百结仙光弹出一指 轰 两道恐怖的意志爆发了出来 震动四方 像是来自上古时代的两道爵士红光一样 要洞穿粉碎所有的一切 第2522章 永恒之水 浩强 秦南心头为阵 这两指已经相当于是他的权力一级了 天极榜之灵也是眼底闪过了一丝一色 轰 两道百结仙光都被打碎开来 然后又迅速凝聚 原本他们只冲向秦南两人 但是现在他们察觉到了另外一个人 立刻涌出更多的结光 向着清秀少年飞去 这两道百结仙光 都快蜕变为千结仙光了 清秀少年唯唯点头 自语道 不过 还是太弱了 话音一落 一道恐怖的气势 骚然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清秀少年仿佛化为了一代绝世魔仙 身上缠绕滚滚黑气 双眸血红 围震珠天 魔羞 秦南两人心头闪过一道念头 轰 清秀少年大步一踏 整个山谷都微微震荡 紧接着他的双手伸出 搅动四面八方的各种契机 降下了三股无形的伟粒 竟然硬生生将三道百结仙光 都给直接禽住 百结仙光结一汹涌 剧烈挣扎 震 清秀少年喝出一声 自若天雷 无数的纹路 浮现在这三股无形的伟粒之上 像是交织出来了三座古老大山 将它们都给镇压下去 动弹不得 清秀少年整个人的气势 再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浑身上下绽放出来了百道金芒 气机竟然变得神圣无比 犹如九天哲仙一样 涅 他吐自成法 宛如代表了上苍的意志 无数滔天的建议 将这三道百结仙光全部包裹起来 硬生生给绞杀成为了一片粉碎 三席过后 仙光不存 那诸多天才地堡门也一一炸开 使得整个山谷恢复了平静 清秀少年也恢复了原状 这就是你的实力 天极榜之灵的眼中 都露出了抹震惊之色 仅仅三招 就将三道百结仙光给覆灭 这是何等的强大 而且 从清秀少年展现出来的状态来看 他根本不像是动用权力的样子 这就是智道境界的天尊 天极榜之灵镇定下来 目露火热 秦南也是内心一动 智道境界的天尊 竟然可以达到这等层次 切 小看谁呢 区区智道境界的天尊 能够跟我比吗 清秀少年傲然道 天极榜之灵撇撇嘴 他们现在可是处于这祸留下的时空之光里面 这祸就是在这大眼世界山正的的无上天尊 他现在不是智道境界的天尊 那是什么 智道境界 已经是天尊的极限 真是搞不懂你 既然有这么强大的修为 先前遇到危险的时候 怎么死活都不肯出手 看着我们两个累死累活的 你心里难道会很爽 天极榜之灵想起什么 美好气道 清秀少年邪士 你见过哪个势力开战 最厉害的人会率先出手的 不都是弱的仙上 强的压轴麻 好有道理 竟然无法反驳 现在怎么办 这个破地方 压根不是什么伏地 而是一片绝地 天极榜之灵皱着眉头道 抬头看了眼笼罩在上方的乌光 眼下看来 只能选择强闯出去了 不 此处不一定是绝地 清秀少年双眼放光 转过身去 你们看看这里 秦南两人寻声看去 只见那原本光华毫无一物的峭壁之上 竟然浮现出来了一个个古老的符文 组成了一个阴阳交汇的图案 这是什么 这是上古封印阵法的一种 依我的猜测 只有打碎这百节仙光之后 此阵才会浮现 让人得到机缘 则 没想到九霄仙帝 还喜欢来这种套路 清秀少年感慨了一句之后 双眼中浮现出点点星光 释放出了一股无形的铜力 打亮着这座阵法 破 过了一会 清秀少年一直点出 点在了阵法的一脚上 轰 阵法瞬间破碎开来 光华的峭壁上 也浮现出来了一道道碗如猪网般的裂纹 然后一声俱响 碎开了一个高达三丈的石洞 一股忧寒的气息 顿时从里面飘了出来 让三人都齐齐打了一个寒颤 里面的东西不简单 天极榜之灵眼睛一亮 三人立刻向前走去 这次天极榜之灵和秦南学乖了 让清秀少年走到前面 石洞很深 三人行走了迁徙 也未见到地步 反而感觉越来越冷 甚至都不得不全力运转功法 驱逐这股寒意 此周的石壁 也由此结上了一层层冰晶 泛着幽光 终于 他们抵达了底部 此地不是很大 只有方圆三十多丈 中间树立着一人高的淡金色水晶 里面流淌着一道道幽蓝色的水溢 在黑暗中散发出来了夺人心魄的光芒 这是什么 天极榜之灵问道 这个东西 清秀少年金仪不定 打亮了半小 脸上才露出了抹击洞之色 我靠 是永恒之水 这可是诸天万界中赫赫有名的一种上古神物 具备不可思议的效用 可以用于炼气 也可以用于提升修为 修炼神通 秦南两人对视一眼 能够让这祸露出这等神情 那此物真的是非同凡响了 等等 清秀少年忽然有所发现 盯着这金色水晶 道 这水晶应该是一种上古静致 具备非常强大的防御之力 说完他屈指一弹 打出了一道璀璨指光 撞击在了金色水晶上面 金色水晶顿时释放出来了一股惊人的玄妙 将这指力给彻底吸收 不动如山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也未发出任何声响 好可怕的防御力 秦南惊叹一声 清秀少年弹出的一指 哪怕不具权力 但打杀一个一般的天尊 那完全不在话下 这能强行公开吗 天极榜之灵皱眉 即使我们三人动用权力 攻击一点 恐怕也无法强行公开 清秀少年咬咬牙 道 也罢 我传你们两人一套阵法 可以将我们三人之力 彻底叠加起来 那想必就可以了 第2523章少年传法 说完之后 清秀少年分别弹出两指 打出两道柔和光芒 没入了秦南两人的眉心 清秀少年传来的这门阵法 名为三才巨仙阵 为上古阵法之一 具备极为强大的阵力 可以使三人的力量 层层叠加在一起 达到一个全新的程度 此阵的正义简明乐要 不是特别复杂 秦南两人花了半个时辰 就完全掌握 天 清秀少年身形一晃 来到玄位 盘膝坐下 双手结印 地 人 天极榜之灵和秦南 依次而动 来到另外两个玄位 盘膝坐下 随着他们法应结出 一道道玄奥的阵纹 在虚空中浮现出来 相互连接 化为大阵 刷刷刷 三道璀璨的光芒 也分别在三人的身上冲天而起 清秀少年为红光 高达五丈 天极榜之灵为蓝光 高达三丈 秦南则为清光 只有一丈之高 清秀少年和天极榜之灵 齐刷刷看向秦南 让秦南不禁觉得有些尴尬 这三道光芒 分别代表了他们释放出来的力量 秦南释放出来的最少 唉 罢了罢了 清秀少年摇头叹息 手中法应污染一变 阵力释放出来 使得有股无形的浩瀚之力 层层没入他的体内 清秀少年整个人 顿时释放出来了一股惊人的威压 使得整个石洞都剧烈阵战 宛若已经突破天尊之故 达到了无上天尊之境 岁月之印 给我破 清秀少年大喝一声 一掌拍出 刹时间 无数神魔之音 响彻整个石洞 一道像是柔和了无穷岁月的力量 猛然打在了金色水晶之上 轰 水晶光芒大作 同时也聚颤不已 一个清晰可见的无指掌印印在了上面 有效果 清秀少年继续出手 各种手印 齐齐打出 使得整个石洞之内 轰鸣声不断 卷出了无数刚系 就这样 持续了足足半个时辰之后 这块厚重的金色水晶 基本上被无指掌印给印生生打掉了一层下来 但是 这金色水晶 足有三掌之后 若是以现在的进度 那清秀少年的一刻不停地打上一天一夜 才能够将之打碎 我靠 不打啦不打啦 清秀少年黑着脸道 照这样打下去的话 那得活活把我累死 说完这句话 他扭头直勾勾地看向秦南 你看着我干嘛 让我入主天位 秦南被看得发毛 灵老弟啊 清秀少年幽怨道 这三才具先阵 唯有三人力量相当 才能够将之发挥到极致 我没指望你释放的力量有多高 但至少与老天相差不大啊 天极榜之灵毫不客气数落道 不错 小枝 你太弱了 秦南一阵无语 道 那我有什么办法 我晋升天尊还没多少时间 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已经相当不错了 清秀少年叹了口气 不再说话 回头看着那静在咫尺的永恒之水 看着那幽蓝色的光芒 脸色阴晴不定 最后像是下定了极大的决心 咬了咬牙 道 这样吧老弟 我现在传你一招 李速速将之领悟 李若是领悟了 那你距离阴天境界 想必就不太远了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都是一愣 然后 又听清秀少年肉痛道 我这可是不赚之密 一般情况下我绝对不会拿出来 所以 事成之后 你的那份永恒之水要归我 那件也要给我 秦南总算明白了 这或先前纯粹是在忽悠他 什么要帮他成为应天天尊 那都是在扯淡的 现在肯拿出来 那是因为好处就在眼前 为了节省时间 不得已而为之 行 没问题 秦南点点头 不管怎么说 总算没白白带着这个家伙过来 嗯 你且闭上眼 清秀少年说道 然后双手合十 念出古老咒语 最后双手对着秦南一推 一股莫大的玄妙 瞬间笼罩在了秦南的身上 秦南只感觉前方像是涌来了一道无上洪流 将他的灵魂从体内冲动 直接冲入了无穷的黑暗之中 这是秦南神色一争 随后他就见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只见到他的灵魂与意识 来到了无边无际的虚空之中 在他的身后 那象征着诸天万界的诸多星辰们 闪烁着不同的光耀 在他的前方 则有着一座山 这山屹立在冰冷的黑暗里 垂落光滑 静静不动 他未散发出任何气势 但让秦南感觉无比伟讶 仿佛可以顶天立地 也让秦南感觉世间所有的一切 在他的面前都无比渺小 他才是唯一 背影诸天万界 直面世界圣山 此中蕴含莫大玄妙 无穷至理 你且明心尽弃 好好领悟 掌握世界圣山之意 清秀少年的声音 响在了秦南的心中 冰冷威严 犹如大道 秦南内心震撼 但渐渐就归为了平静 感受着这天地奇景 此时 石洞里面 清秀少年见到他如此之快 就进入状态 眼中露出了抹赞赏 然后又看向天极榜之灵 眼睛微微眯起 道 老天 不如我也传你一法吧 天极榜之灵警惕道 你打什么主意 清秀少年嘴角为抽 正色道 灵老弟刚刚开始领悟 纵使他舞蹈天赋惊人 少说也得一天才能够结束 我是看我们两个现在有点无聊 不如我来指点你一二 天极榜之灵仍有戒备 胡一道 你会有这么好心 清秀少年脑门一黑 横道 你既然这么不信我 那就算了 天极榜之灵总感觉有点别扭 不过想到这清秀少年的神秘与强大 内心又有一点心动 就在这一刻 在秦南的身上 忽然爆发出来了一股惊人的气息 像是化作了一座无形大山一样 顶天立地 第2524张千基殿 清秀少年扭头一看 眼睛立即瞪大 卧槽 天极榜之灵非常淡定 早在大上界之时 他早已接受了灵晓之事的变态的事实 不对啊 这怎么可能呢 他怎么可能刚刚开始就能领悟圣山之意 清秀少年满脸不可思议 直接施展童树 对着秦南上下打量 纵使真的是先天无体 那至少也得需要半天啊 怎么会这样 他最为清楚 要想领悟圣山之意 需要花费多久时间 当初即便是他 也是耗费了足足两个时辰啊 先天无体 那是什么 天极榜之灵内心一动 开口问道 清秀少年反应过来 茫然道 什么先天无体 你再说什么 你刚才自己说的先天无体 我有说吗 你肯定听错了 面对清秀少年的冠冕堂皇 天极榜之灵 黑着脸败退 清秀少年不再搭理天极榜之灵 一言不发 宰宰细细地打量秦南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 一个时辰之后 秦南的身上 猛地绽放悬光 天极榜之灵感受到 秦南的气势 肉身等等 都在发生了一种玄奥的蜕变 像是吞服了某种极为惊人的天才地宝 有了巨大的突破 天极榜之灵眼中闪过了一丝惊异之色 他真的没有料到 清秀少年传给秦南一招 竟然可以让秦南有如此巨大的收获 这时 秦南的双眼 缓缓睁了开来 他的心底 充满了喜悦 现在 他的心中有一座山 这座山不是实质的 但他确实存在的 源源不断地给秦南提供力量 让秦南感觉自己仿佛永远不会枯竭 可以毅力无穷虚空 我瞧你了 清秀少年拍了拍秦南的肩膀 走回悬位 再来试试 三人重新施展三才巨仙镇 秦南身上释放的光芒 画为了红色 高达两张 清秀少年大喝一声 一应拍出 比较先前的威力 竟然要强大了足足醋背 大约过去了两个时辰 金色水晶被硬生生拍开了一个大洞 那股释放出来的冰寒之气 陡然增强了醋背 使得三人的身上 都结上了一层淡淡的冰晶 取下永恒之水后 天极榜之灵道 现在我们往哪走 继续用那个钉子 刚开始是没办法 所以只能用破旺先钉 后面能不用就不用 免得真的进入了沙地 别着急 让我先算算 清秀少年顾忌重施 但是最后的卦象 却让他有点错愕 道从卦象上来看 我们继续往前摆帐 会大有收获 他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十动地步 再往前摆帐的话 那就是要打穿石壁了 这山里莫非还有机缘 三人都是内心一动 迅速出手 这一出手 他们便发现了古怪 这明明只是山石 但上面好像覆盖了一层无形的力量 使得他们坚硬无比 即便是他们三人的修为 打出全力一击也只能破开一杖 过了半个时辰后 他们打穿了百杖 又一个方圆促十杖大小的石洞 浮现在了他们的暗中 洞中别无他物 只是地面上刻满了一道道玄奥的纹路 这是一种传颂之阵 这九霄先帝也真是的 搞得这么复杂干什么 要是没有发现这传颂之阵 就得困死在这里 都堂堂先帝了 还这么顽皮 清秀少年嘀咕几句 踏入阵法之上 阵法催动 无形的力量 立刻笼罩了三人 消失在了原地 促食席之后 他们出现在了另外一个地方 刚刚站稳身形 他们耳边就听到了一道道震耳欲聋的轰鸣之音 同时也感知到了 有着促食骨磅薄的气息 展开了无比惊人的交锋 秦南三人抬头看去 此时的他们 位于一层大约有着方圆万丈的宫殿里面 墙壁上刻满了诸多壁画 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大殿的前方 屹立着两尊铜门 上面分别书写了一个伶俐的九字与萧字 那位大眼天宗的后人东阳 还有真黎公子 燕丹青 燕人以及另外两位天才 正在与同门前的石头太古一种厮杀 无比激烈 这石头太古一种 都是高达三丈的金毛猿猴 手持血红仙棒 速度极快 力气无穷 一席尖可打出五种不同的神通 要比秦南先前遇到的那些太古一种 强大了醋被有余 是你们 东阳 真黎公子 燕丹青等人 瞬间有所发现 余光一瞥 脸色齐齐一变 尤其是那东阳 脸色阴沉的程度 竟然不弱于真黎公子等人 要知道 在秦南三人离去之后 他们采下了那三株神物 然后又进入了一个府地 得到了诸多好处 再然后穿过层层杀鸡 才抵达了这里 此处乃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大静志 名为千基殿 千基殿中 共有上千殿堂 其中绝殿过半 入之必死 正殿虽然也有一半 但其中只有三十三个古殿 残留有信物 趋得将这所有信物全部摧毁 才能够从主殿中继续向前 抵达那传承之地 正是如此 东阳耗费了巨大的代价 推演出了那三十三个古殿的所在 然后再让其他天才们分别散开 前去几岁 可是现在呢 眼前这三个人 居然轻轻松松地就来到了这座主殿 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分享他们的胜利果实 相比起来 对方简直就像是大眼天宗宗主一末的后人一样 得到了九霄先帝莫大的照顾 这让东阳心情怎能好 真理道有 我先施展秘法 短暂拦住这些太古异种 你们把这三个家伙给废了 东阳发出了一声力喝 第2525章先帝遗物 话音落下 这位大眼天宗的后人 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块令牌 此令巴掌大小 有某种漆黑的木头打造 上面没有任何纹路 也没有任何图案 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却散发出来了一股若有若无的恐怖威压 令人胆寒 先帝之令 清秀少年眉头微挑 彼岛还算有点见识 东阳冷冷说道 立即截出一门奇特的手印 将体内的所有力量 全部注入令牌之中 翁 令牌阵战 像是蛟龙褪皮一样 竟是绽放出五光之色 先帝之令 如先帝清零 万般静置 皆听我令 万般力量 静佳无声 东阳一声长笑 整座主殿顿时震动起来 无数纹路 在虚空浮现 一股股虚无的力量 源源不断地没入了他的体内 紧接着 他闪电般出手 打出无数道锁链 每一道都如同神龙 在世一样 爆发出了无比伟岸的力量 攻向那一头头太古异种 太古异种们发出一道道咆哮声 眼神中的杀意退却了不少 露出了金句之色 先帝之令给予东阳的加持并不算很大 但是有了这股加持之后 东阳打出的每一道神通 都带上了九霄先帝的契机 对这些太古异种们有着莫大的压制 真黎公子 燕丹青五人立即感觉身心一松 不再被这些太古异种们锁定 五人的目光 瞬间看向了秦南和清秀少年两人 充满了冰冷之色 你们还真是天堂有路不走 地狱无门却自来 燕丹青一声冷笑 身形作然化作一道长虹 直接冲向秦南 这两个罪魁祸首之中 他更加讨厌此人 受死 真黎公子 燕丹四人 也是齐刷刷公向清秀少年 杀起滔天 清秀少年早有准备 身形一晃 就溜到了天极榜之灵的身后 天极榜之灵想要摆脱 但是这清秀少年却像是 黏在了他背后一样 始终都是寸步不离 鄙视他的同岛 也一病死 真黎公子 燕丹四人都是动了真怒 施展出来了盖世神通 将两人都给笼罩其中 天极榜之灵暗骂了一声 然后淡淡道 想要取我的性命 光靠你们及格 那根本不行 你们还是退去吧 真黎公子 燕丹四人文言都是气急而笑 此人还真不是一般的猖狂 他们四人可都是万界榜榜上有名的存在 连骑手来都能与一般的无上天尊抗衡 此人竟然还说他们不行 天极榜之灵箭撞摇了摇头 闪电般出手 轰 一道恐怖的气势 在他身上爆发出来 他不退反镜 以着无比惊人的速度 瞬间就来到了真黎公子等人的面前 没有施展出任何神通 直接就是一拳打出 轰轰轰 真黎公子等人打出的神通 都是应声粉碎 化为虚无 同时他们的脸色 也都齐齐一变 只感觉好像有着一条洪荒长河 朝着他们的身形冲击而来 破 真黎公子大鹤一声 施展出来了一门禁术 以无形规则为剑 施展出了一记璀璨剑气 硬生生将无形尽力撕碎开来 另外一边 燕丹青也杀到了秦南的面前 手持一把方天化戟 刺楚漫天龙影 像是要将秦南连带着这一片天地 都给撕裂成为粉碎 大同天爵 秦南深化本源 一拳迎上 通的一声 两人同时倒退猝步 燕丹青的双眼微微一亮 道 没想到 你竟然还有这样的力量 看来我先前小区了你 不过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燕丹青身上猛地涌出一道道子气 缠绕周身 整个人变得无比威严 犹如远古帝皇一般 皇朝破 燕丹青一己再来 化作一道夺目光点 像是可以刺穿一座上古皇朝 秦南衣衫飘舞 眼神锐利 不得不说 燕丹青的实力非常强大 这一招让他都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 正好试试我心领悟的那一招 秦南自语一声 他的身形 忽然消失在了原地 嗯 燕丹青同人萎缩 紧接着他心中涌起了一股极为不好的预感 只见到 秦南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了他的上方 避开了他这一招 不止如此 在秦南的上方 竟是勾勒出来了一座虚幻的大山 静静而立 令得万物失色 圣山重现 镇压诸天 秦南声若惊雷 大山猛将 燕丹青脸色勃然大变 只感觉四面八方的所有一切 都被这虚幻大山都彻底镇压 哪怕他掌握无上顿数 也根本无法避开这一招 只能选择硬抗 万物无苏 燕丹青大吼一声 冲天而起 一几次出 由灭到生 他的这一招里面 意境等等已经完全升华 所具备的力量 那无疑更为强大 此时 另外一边 真离公子四人与天极榜之灵之间 也闪电般地交手了猝十四 荡开了惊人的波动 没想到 阁下竟是一位应天境界的天尊 真离公子脸色阴沉 道阁下 难道你就真的要包庇这两个乐贼吗 这两个乐贼 可是骗了我们三十多人 阁下要想与我们都作对吗 天极榜之灵淡淡道 他们骗你们 我很不耻 但小之是我的人 你们要想杀他 救得过我这衣冠 真离公子文言冷笑一声 道既然如此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虽不是阁下的对手 但阁下不要以为 达到了应天境界 就可以抵挡我们四人联手 他们都是万界榜榜上有名的存在 来自于一个个大势力 掌握着各种手段 都具备着越级杀人的战力 天极榜之灵摇摇头 道你搞错了一点 我的确只是应天境界的天尊 但是 别拿一般的应天境界来衡量我 别说你们四人联手 即便是你们十人 那又能如何 话音一落 天极榜之灵向前一步 四面八方 骤然涌起惊人刚锋 真离公子四人皆是身心一颤 于冥冥之中 他们仿佛见到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方无穷世界 向着他们压来 第2526章 太上玄黄石 众所周知 天极榜与周天不死山 乃是天地兼本源之力 最初的一部分所画的先天之宝 作为天极榜的气灵 他与周天不死山的山林周寻道不同 他天生下来就几乎不受什么约束 完全执掌天极榜 可以发挥出天极榜最大的力量 不止如此 他诞生之初 就具备了无比强大的力量 对于大上界的各种规则 各种真谛 都是了如执掌 而且 他从未有过懈怠 从大上界武道见起 人人修武 他也在虚心学习 研究各种功法 研究各种神通 促万年过后 他的积累自然而然就达到了一个无比恐怖的程度 虽说他只能算是应天境界的天尊 但是他一朝一世之间 都融入了整个大上界的大势 宛如整个大上界加持在了他的身上 一般的应天天尊 岂能与他相比 即便是知道境界的天尊 他也能略胜一筹 而且 这还不是他战力的极致 倘若这是在大上界的话 倘若他动用天极榜的话 你怎会掌握一介之大事 你难道是传说中的借子 真离公子四人都是面露骇然 借子 一介之子 那不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吗 难道真的存在着 然而 眼下根本容不得他们多想 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在他们心中炸开 使得他们瞬间反应过来 吸其大吼 动用各自的底牌 打出了一件件古老仙气 一枚枚古老仙福 轰 仙气破碎 福禄溃败 真离公子四位天才级的存在 都是口中吐血 被那残留的大事打飞出去 砸在了远处 与此同时 又是轰隆一声俱响 行难以圣山之意 直接震碎了燕丹心最强的一击 将之重创 都 都败了 大眼天宗的后人 此时满脸震撼 不敢置信 前来这大眼圣殿之时 他曾试过真离公子等人的修为 非常了解真离公子等人具备怎样的战力 可是现在 真离公子四人 都敌不过一人 最为关键的是 真离公子等人被击败 不过几十席的时间而已 这也就是说 对方定然还留有余力 难道这两人乃是那些顶级大势力的关门弟子吗 一个想法在他心里冒了出来 突然 那分别刻有酒和肖子的大门 剧烈震动了一下 一道洪荒般的气息 从中汹涌而出 一道道黯然的纹路 都泛起了光滑 仿佛他活了过来 不好 东阳真离公子 燕丹青等人的脸色 都是勃然一变 双门复苏 这代表着其他天才们 已经将那三十三个性物 都全部摧毁 可以由此进入九霄先帝的传承之地了 咦 门竟然自己打开了 哈哈哈哈 老天 我们的运气不错啊 赶紧进入门内 清秀少年有所发现 眼睛一亮 身形顿时化作一道鸿芒 一直向前冲去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 都是心头围动 破空而去 休想 东阳大吼一声 收回先帝之令 那一头头太古异种们 顿时失去了束缚 发出了一道道咆哮声 其中有着 簇头太古异种的目光 锁定在了秦南三人的身上 拦住他们 真理公子等人大喝一声 再度施展手段 虽然他们败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会将千辛万苦打开的传承 给拱手相让 区无界 天极榜之灵 打出恐怖神通 大手向下一摁 整个大殿都轰隆作响 一尊无形的世界 陡然凝聚出来 压向了所有修士与太古异种 任凭他们如何出手 一时间都无法将其破开 老天 干得漂亮 清秀少年赞叹一声 率先踏入门中 天极榜指之灵和秦南也随之而入 清秀少年在进入门中的瞬间 直接打出了一门神秘法印 使得那两座大门上 都浮现出来了四尊鬼神 默默而逝 不让任何人靠近 该死 他们竟然还把门给封住了 东阳等人的脸色 都是变得无比难看 轰 这时 天极榜之灵打出的虚无界 终于被众人和太古异种击穿 真理道有 你们三个人去拦下这些太古异种 其余人去打穿这股封印 东阳心情虽然差到了极点 但是还没有失去理智 开口喝道 好 真理公子等人身形齐齐动了起来 东阳看着那四道鬼神封印 脸色变幻 然后给除物带的令牌 穿去了一道神念 非常的苦涩 大人 小的办事不利 让人抢先进入了 很快 一道冷冷的声音响了起来 这次办事如此不利 暂且不跟你计较 现在还有回旋的余地 你且 与此同时 秦南三人只感觉身心一清 便来到了另外一番天地 抬头看去 天空灰蒙蒙一片 毫无任何的光亮 远处耸立着一尊高三十丈 方圆上万丈的血色祭坛 祭坛的边缘上 耸立着一根根石柱 上面刻满了各种妖兽的花纹 看起来力气十足 在那中间之处 则有着一道白玉之台 上面白有两雾 太 太上玄黄石 清秀少年有所发现 整个人都激动起来 真有 秦南两人也是内心为政 迅速看向那两件物品 摆在左边的物品 是一个巴掌大小的水晶令牌 光泽暗淡 有着诸多刻痕 看起来并无什么特殊之处 在他的旁边 则有半个拳头大小的石头 呈现出土黄色 仔细看去的话 还能发现在石头的周边 漂浮着一圈淡淡的雾气 这 便是太上玄黄石 嘖嘖 九霄先帝真是好人啊 没想到 还真的在这里留下了太上玄黄石 虽然不是特别大 但也够用了 清秀少年搓了搓手 忽然 一道温和的声音响起 谢谢夸奖 我确实是一个好人 第2527章天地圣首 秦南三人瞬间毛骨悚然 几乎是下意识地寻声望去 只见到 在他们的背后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名白衣男子 长发垂肩 嘴角含笑 腰间挂着一把青铜骨剑 宛如一位超脱繁俗的古老剑仙一样 九 九霄先帝 清秀少年咽了口口水 试探问道 正是在下 九霄先帝淡淡笑道 秦南三人齐齐松了口气 九霄先帝早已陨落 如今现身于此 想必是当初设下这传承洞府之时 特意留下来的一道意念罢了 这样的事情 在五道世界之中 非常的常见 只不过 刚刚九霄先帝出现的太突兀了 把他们都给吓了一跳 先帝大人 你出现得正好 你留下的这太上玄黄石 晚辈就取走了 还有 先帝大人 你的传承留在了何处 清秀少年厚着脸皮道 晚辈天生不凡 前途无量 并可以将先帝大人 你的道童给发扬光大 微震珠天万界 九霄先帝哑然失笑 道 你倒是想得很美 简单一句话就想得到我的传承 不过 不妨告诉你 你的确不错 只可惜你与我无缘 我留下的传承 你就不要多想了 清秀少年并不气馁 眼睛一转 伸手一指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道 那他们两个是否与你有缘呢 九霄先帝摇了摇头 唉 算了算了 那我们就不惦记你的传承了 老弟 老天 我们拿了这太上玄黄石 就离开这里吧 清秀少年异性阑珊 向着祭坛飞了过去 只不过 当他要踏入祭坛的刹那 那无数道晦涩的纹路 忽然泛起了一缕缕光滑 一股无形的力量 从中释放开来 将清秀少年的身形给彻底挡住 九霄先帝似笑非笑 道 小子 你为您也想得太好了吧 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取走太上玄黄石 清秀少年脸色一红 他其实对九霄先帝的传承 并没有什么兴趣 刚才所说的那番话 只不过是用来混淆视听罢了 不就一块太上玄黄石吗 李堂堂一介先帝 竟然如此小气 清秀少年小声嘟闹 其实小不小声 都没有任何意义 九霄先帝定然听见 只是他想做出一副 不想让先帝听见的样子 你说的没错 你们能够闯过层层关卡来到这里 虽说与我传承无缘 但多少也有点缘分 让你们取走区区一块太上玄黄石 的确是不算什么 九霄先帝笑意不减 只不过 我留下的东西 可不止这一块石头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心中一动 齐齐看向了太上玄黄石旁边的水晶令牌 清秀少年目光为闪 故作不屑道 不就一块破令牌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九霄先帝眉头为挑 道破令牌 你这性格不好 以后可不要乱说话 此令可不是一般的令牌 在大眼天宗还存在之时 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名为大眼圣令 天极榜之灵好奇问道 先帝前辈 这大眼圣令有何作用 九霄先帝说道 作用非常简单 无论是任何人 只要集其三块大眼圣令 就可以开启大眼天宗的真正传承 然后持令参与考核 通过之后 便能得到传承 除此之外 三眉圣令及其之后 还有一个作用 他说道这里 微微一顿 道 可以有机会 三物大眼世界山 隐藏的金氏秘密 什么 清秀少年 尖叫一声 你说的是真的 九霄先帝贴了他一眼 道 我不打狂语 我靠 大眼天宗的真正传承 三物大眼世界山的金氏秘密 清秀少年目光火热 紧盯着那块大眼圣令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秦男内心围动 他想到了清秀少年让自己三物大眼世界山山意的事情 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情 清秀少年可以做到 显然是他早已掌握了大眼世界山的某种秘密 先帝前辈 你就给个痛快话 我们要怎么才能取得这两样东西 天极榜之灵也是心头火热 很简单 我在这祭坛之上 早已设下三十三道仙境 若是你们可以破解的话 就可以取走这两样东西 九霄先帝说道 不过大眼圣令有令 会自责有缘人 用武力是无法收服的 环美等他话说完 清秀少年就忍不住道 等等 你说三十三道仙境 九霄先帝也不生起 笑道 不错 就是三十三道仙境 以你们现在的修为 显然是无法破开的 不过 你们也不必气馁 既然你们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人 我便给你们一个便利 待你们 仍旧没等他说完 清秀少年就大笑起来 极为得意 老弟 老天 你们两个就看好了啊 看我是如何破镜取宝 说完之后 他的一双眼睛 化为了金色 他的双手 也化为了金色 紧接着 他的身形一晃 出现在了那祭坛的边缘 双手化为了无数的残影 向着前方拍去 尽管秦南两人什么都没发现 但是可以感知得到 正有着一股股惊人的波动 在祭坛上荡开 若是稍有不慎 即便是以他们的修为 恐怕都根本无法抗住 天地圣手 九霄先帝眼睛一眯 真没有想到 竟然还可以见到天地圣手重现于世 这个少年 与那一族的族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若这个少年是那一族的族人 那是不是就代表着 那一族将要出世了 九霄先帝心中沉思 轰轰轰 随着清秀少年双手不断拍出 一道道轰铃声响彻起来 紧接着一头头鼓龙神凤等等 妖兽的虚影 稀奇浮现出来 仰天咆哮 犹如洪荒林世 最后 一道钟响 静置全岁 第2528章来自东阳的挑战 哈哈哈哈 老弟 老天 这太上玄黄十分给你们一半 剩下的都归我怎样 清秀少年的一大笑 没问题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 没有任何意见 能够来到这里 能够得到这两样东西 那全都是清秀少年的功劳 即使清秀少年什么也不给 他们也觉得没什么 清秀少年大手一伸 就朝着太上玄黄十和大眼圣令抓去 然而 当他演化出来的光手 即将要抓住这两物的刹那 大眼圣令猛地震颤起来 竟是爆发出来了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这光手给运生生震退 竟敢反抗我 清秀少年大怒 体内冲起滔天气势 一半为神 一半为魔 再度向前抓下 与上次不同的是 那掌心里交织出来了 无数的神魔土岸 荡开了一股囚禁之力 九霄先帝见状 似笑非笑 轰 大眼圣令似乎生气了 绽放出来了万丈光芒 爆发出来了一道 催枯拉朽的力量 直接将大手给震成了粉碎 清秀少年同仁为缩 在遇出手 那大眼圣令竟是自主飞起 围绕着秦南和天极榜之灵转了一圈 然后以着熏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入了天极榜之灵的眉心之中 消失不见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都是一争 李大爷的 清秀少年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哈哈 小友 我先前就说过了 大眼圣令只会择有缘人 武力是没法收服他的 九霄先帝有些幸灾乐祸 我哪里不像有缘人了 清秀少年翻了翻白眼 然后无比深情地看着天极榜之灵 道 老天 这一路下来 我带你如何 若是集齐了三眉大眼圣令 天极榜之灵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连忙道 打住 你不必再说了 若真的集齐了三眉大眼圣令 我定会带你一起进去 清秀少年喜笑颜开 连忙将太上玄黄石收下 这次没有再遭遇阻拦 三位小友 我所留的两物 你们都已取得 我们之间缘法已尽 我便送三位小友离去吧 九霄先帝说道 多谢前辈 三人行了一礼 点头同意 这次偶然得到了一枚大眼圣令 算是意外惊喜 那接下来定然要想办法将剩下的两枚大眼圣令找到 突然 嗖嗖嗖的声音响起 一道道身影接连浮现出来 正是东阳 真黎公子 燕丹青等等天才们 祭坛 东阳的目光 几乎瞬间看向祭坛 当他看到上面空空如也之时 即便早有准备 脸色也不由得变得更加阴沉 这三个家伙 竟然取走了大眼圣令 此令不是有缘人才能取走吗 他们三人难道是有缘人 你们 东阳正欲怒喝 忽然看清了眼前的一切 身心不由剧烈一阵 连忙拱手道 晚辈参见九霄先帝 真黎公子等人心中大惊 也都连忙行礼 嗯 宝卫长老的后裔 九霄先帝目光一扫 一下便堪破了东阳的血统 淡淡一笑 道可惜了 你们来迟了一步 你们还是离去吧 东阳脸色一变 急道 先帝前辈 还请给晚辈一个机会 先前都是我们在破开各种静置 只是不料让这三个贼人钻了空子 才抢先进入了这里面 没等他说完 九霄先帝就白手打断道 这种话就不必说了 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 谁先进来便是谁先进来 先帝一丝不悦 哪怕这只是先帝的一道意念 也瞬间让东阳心中一寒 恢复了冷静 先帝前辈 您所说的在里 的确是我们既不如人 东阳神色恭敬 拱手说道 只不过 先帝大人 晚辈为了那大衍圣令 早已筹备促年 晚辈自不甘心 还望先帝大人念在此物的情分上 破例再给晚辈一次机会 说道这里 东阳取出了一块红色的手帕 泛着微弱光芒 九霄先帝一见此物 同仁当即一缩 瞬间出手将手帕取来 此物 他自语一声 眼神中露出了一丝追忆 还有一丝不舍 秦南三人见状 心头顿时涌起了古不妙的感觉 清秀少年连忙道 喂喂喂 先帝前辈 你堂堂一介先帝 总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九霄先帝不语 只是看着手帕 东阳等人见状 都是内心忐忑 到底能不能成 他们也没有很大的把握 过了好一会 九霄先帝才看向秦南三人 叹息一声 道 的确 我身为先帝 不能说话不算数 只不过 总有一些人和事 会让我放下属于先帝的骄傲 三位小友 实在是抱歉了 这个机会我必须得给他 此话一出 东阳等人心中无不大喜 东阳心中更是暗自庆幸 还好主人高瞻远瞩 提前准备好了后手 不然的话 我若无法将大衍圣令带过去 那恐怕 似乎想到什么可怕之事 东阳打了一个寒战 秦南三人都是脸色一黑 心情自然是非常不悦 但是 先帝已经发话 他们能怎么办 只见九霄先帝看向东阳 淡淡道 我只是给你机会 最后能不能得到大衍圣令 那就得看你了 为了公平起见 不如就行上古法理 以武定保 你可以从他们三人当中 随便选择一人进行武斗 可是任何手段 如若胜之 我便让他们把大衍圣令拿出来 你若败之 就自行离去 你可有意见 秦南三人一争 武斗定保 东阳等等人的脸色灯时一变 急忙到 先帝前辈 这种鄙视之法 万万不可啊 不如就让我们双方混战 或者是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的战力 他们可都是亲眼目睹 秦南演化出来的无上圣山 天极榜之灵举手投足间的一介大事 那根本就不是东阳能够比得了的 九霄先帝也谋为冷 不容置疑道 就这么定下 你若不愿意如此 那你们就离去吧 东阳等等人皆是身心意寒 先帝前辈 我愿意武斗 东阳只好连忙点头答应 若真是把九霄先帝惹怒了 那机会就真的没了 不过 他心头充满了苦涩 没想到好不容易换来的一次机会 结果仍然无法改变结局 东阳道有 武斗也无法 这时候真离公子忽然传音道 先帝前辈所说的 是让你从他们三人中选一人 而不是他们三人派出一人 从我们这边选一人 而且 那林小枝和那中年男子虽说都很强大 但那少年散发的气息 却是相当普通 以你的修为 必定可以胜之 东阳道有 这武斗是好事啊 他们三人里面 那个少年明显修为不怎么样 先前在大殿中出手的时候 那少年都不敢出手交锋 东阳道有 你可以选择那位少年啊 我们先前遇到他们三人的时候 那少年见到我们掉头就跑 显然是修为不济 燕丹青等等天才们 都是纷纷传音 嗯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东阳眼睛一亮 目光看向了清秀少年 的确 从种种细节来看 这少年显然是三人里面最弱的 即使这位少年优点手段 但想必也绝无 林小枝和中年男人那么强大 他自然可以轻松胜之 看什么看 清秀少年不爽道 还挺嚣张啊 东阳冷笑一声 果断伸手对着这少年一指 先帝前辈 既然如此的话 我就选择与他舞斗 回想起来 当时也是这个少年拿出了破忘先钉 才导致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所以 他要把这些仗一起跟着少年好好算算 好好叫他做人 然而 这话一出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 就连九霄先帝的眼神中 都露出了一丝古怪 以 可确定 九霄先帝倾壳一声 没错 东阳凝聚气势 战役散发 这大眼圣令 乃我大眼天宗之圣物 绝不能让他落到外人手中 今日 我东阳便击败此人 让圣物归位 第2529章以武定宝 言辞神情 皆是慷慨激昂 仿佛占据了大理大义一般 东阳道友有这样的觉悟 真是让在下钦佩啊 此战是东阳道友的 在下无法插手 那在下只得将这玲珑仙塔 借给东阳道友 助道友一臂之力 真离公子开口说道 从除雾袋中取出了一座小塔 此塔共有七层 每一层上面 都雕刻了一个个面容模糊的九天神女 在那塔身散发着的朦胧光芒之下 神女们仿佛都活了过来 偏偏起舞 非常不凡 此宝的品阶 已然超过了一般的仙气 乃是真离公子的师尊慈下 是他三大底牌之一 既然东阳道友拿宝助力 那我等岂能做事不理 东阳道友 此乃三阳神福 一共可以催动三次 每一次都能招来三玄神言 坟灭诸天神物 燕丹青很快跟上 东阳道友 我无宝物 也无仙福 但是在我这里 有一副我师尊所作之话 里面蕴含了我师尊的意境 即便是一般的无上天尊 都根本无法抗住 东阳道友 我借你一把刀 此刀乃是由一滴滴黄金血 再加上诸多西式珍宝 炼制足足三十三年而成 东阳的身后 那一位位天才们 都是纷纷开口 取出了不同的宝物 闪烁着不同光芒 席卷着强大气息 这些天才们均是不俗 来自各的大势力的关门弟子 底蕴非常充足 多谢各位道友 有各位道友相助 此战我必然胜利 东阳心中大喜 结果这诸多宝物 真理公子等人的嘴角 都齐齐浮起了一丝冷笑 虽说他们都认为 清秀少年战力一般 绝对不是东阳道友的对手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他们便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至于为何光明正大的 递给东阳 无非就是想将那位清秀少年 给镇住 让后者未战先阙 有了阙意 那清秀少年自然会败得一塌糊涂 九霄先帝眼神欲发古怪 并未言语 反倒是天极榜之灵 默默而逝 喝道 你们这群人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说好了公平一战 你们竟然将诸多宝物给他 这还怎么战 他表面上这样说着 但是暗中却不忘给清秀少年传音 带会下手注意点分寸 千万不要把那些宝物给打碎了 尽量全部都抢过来 那尊玲珑仙塔 还有那复古画 都很有兴趣 秦南也在暗中传音 我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武器 那把刀非常不错 记得不要损坏了 给我拿过来 清秀少年脸色却不太好 有些难看 妈的 这么多人 拿出了这么多宝物 怎么一把剑都没有 真离公子冷笑一声 道 道友 这的确是宫廷一战 我等只是将宝物借给东阳道友罢了 先帝前辈 这样并不违反规则吧 九霄先帝暗叹一声 你们不仅主动地送人头 还要送宝物 这怎么能违反规则呢 于是 他摇了摇头 并不违反 听到这句话 真离公子等人 眼中都露出了莫激凤之色 很显然 在他们看来 天极榜之灵说出这样一番话 代表着天极榜之灵等人没有信心 代表着清秀少年修为不高 此战 必胜无疑 现在便开始舞动 九霄先帝说道 屈指一谈 一缕缕璀璨光滑 垂落在了那祭坛之上 形成了一圈栅栏 道 此战时间不限 不得下杀手 也不得废人修为 点到即止即可 你们二人上台吧 东阳信心暴涨 瞬间化作一道光芒 落在了祭坛之上 携腻着清秀少年 清秀少年则拉着个脸 一步步慢吞吞地向前走着 心里老大的不乐意 他对于东阳这种修饰 根本没有任何出手的欲望 而且这一战他压根捞不到丁点好处 反倒是便宜了天极榜之灵和秦南两个家伙 不过他这番举止 落在东阳的眼里 却变成了雀弱 故而东阳冷笑一声 道别再磨磨疾疾了 你且放心吧 这次交手我会手下留情的 最多只打断你两条腿 九霄仙帝和秦南 天极榜之灵 文言忍不住想笑 但又不太合适 只得强行憋住 清秀少年脸色更黑了 果断身形一晃 落在了祭坛之上 没好气道 你为啥偏偏我就选我 犬灵老弟不行吗 东阳露出像是看着白痴的眼神 为什么选你 你这都不明白吗 那还不是因为你最弱 废话少说 我有珠宝在身 与你确实有些不公 就让你先出手吧 东阳神态傲然 副手而立 让我先出手 清秀少年嘴角一抽 妈的 真是欺人太甚 清秀少年懒得再废话 盛行一晃 瞬间出现在了东阳的身边 一拳轰出 东阳心中一惊 不过他反应非常快 抬手就打出了一道神通 演化出来了一头玄武虚影 将这一拳给彻底挡住 没想到 你倒是有些本事 东阳脸上傲色不减丝毫 倒不过 很可惜 你今天碰上了我 话音一落 那玲珑仙塔 还有足足五件仙器 同时都被他催动起来 释放出来了惊人的气息 各种各样的玄妙之意 瞬间笼罩在了祭坛之上 东阳也催动体内玄法 一身气势 连连暴涨 变得无比辉弘 不得不说 这东阳战力的确不俗 比起真黎公子 燕丹青等天才级人物 也只是稍训一筹罢了 先给我跪下 东阳大和一生 将六件仙器的威能 全部都给彻底催动起来 一口气打出了六道滔天神威 齐齐攻向了清秀少年 这一招 就足以让这少年重伤 真黎公子等人 都是唯唯点头 胜负已定 就你 也想让我跪下 哼 还真是大爷不发威 当我是废财啊 清秀少年眸光一冷 在他体内 猛地冲起一股滔天气势 无数神魔的虚影 几乎同时悬浮在了他的身后 荡开了滚滚威压 震得整个祭坛 都是剧烈战斗 第2530章先帝的补偿 嗯 东阳同仁豁然一缩 一股寒意直接在他心中炸开 怎么回事 真黎公子 燕丹青等等人 脸色都是奇奇大变 说时迟 那时快 清秀少年身形很快动了 向前一步 伸手一抓 一道无比磅驳的无形力量 陡然降临而下 将这六道滔天神威 直接给抓成了粉碎 给我收 清秀少年大手一挥 那六剑仙气竟是其奇翁鸣一声 像是受到了远古的召唤一样 居然直接向着清秀少年飞来 然后不断缩小 最后没入了清秀少年的储物袋之中 李 东阳满脸震惊 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 一抓一挥 居然就从他手中把六剑仙气给夺走了 这哪怕是一位无上天尊级别的强者 也根本无法做到啊 他是 知道境界的天尊 真黎公子 燕丹青等等人 也是内心震撼 他们作为各方大势力的天才人物 那可是非常清楚知道境界意味着什么 哪怕放眼整个诸天万界 都是屈指可数 凤毛麟角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都是忍不住露出了一丝笑意 清秀少年的实力 他们早就见识过了 那可不是一般的恐怖 结果谁知道 这群人选谁不好 偏偏要选清秀少年 九霄先帝见状 内心不禁叹息 哎 我大眼天宗真的是没落了啊 没想到长老一末的后人 竟然如此的愚昧 这时 清秀少年再度出手了 手掌向着东阳一拍 刹那间 明明钟像是降下了一尊无上圣山 压在了东阳的脊梁之上 后者立刻发出了一声惨叫 根本无法阻挡 直接被震趴了下去 发出轰隆剧响声 我认 东阳瞬间就怕了 再也没有任何的念头 只想认输结束 清秀少年眸光一闪 虚指一弹 就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封住了他的嘴巴 东阳瞪大眼睛 无论怎样使劲 只能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东阳立马准备用神式传音 但是在这一刻 一道道无形的力量 垂落进入了他的誓海之中 宛如苍天之柱一样 将他的誓海给彻底封住 东阳的双眸顿时战斗起来 这是何等的手段啊 他竟然连认输都办不到了 哼哼 既然我都已经出手了 那可不是那么容易结束的 清秀少年晃了晃手腕 一步步靠近东阳 他再度施展出天地圣手 瞬间就探入了东阳的储物袋之中 先前真黎公子 燕丹青等人给予他的宝物 立马就被他一一取了出来 老天 这是你的 老弟 你要的刀 妈的 一把剑都不带 真黎公子 燕丹青等人见此情形 一个个都是身形战斗 心在滴血 他们拿出来给东阳的宝物 那可都是他们重要的底牌之一啊 如今都被这清秀少年 给强行夺去了 清秀少年一口气把除物带掏得一干二净 就一脚把东阳踢出了祭坛 这场舞斗 是这位道友剩了 大眼圣令依旧归他们 九霄先帝淡淡道 机会已经给你们 你们就不必待在这里了 全部都退去吧 天极榜之灵笑咪咪道 欢迎各位道友再来 东阳 真黎公子 燕丹青等人 闻言气得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东阳 我跟你没完 真黎公子 燕丹青等人 都是心中低吼 怒默而逝 东阳打了一个寒战 瑟瑟发抖 再无先前半点慷慨激昂 这一群人来得很快 退得也很快 大殿中再度恢复了安静 三位小友 你们也且离去吧 九霄先帝脸上再度露出了笑意 大手一挥 无数的光伏 从天降临下来 凝成了一扇大门 喂 我说先帝前辈 你破坏了规则 害得我们差点失去大眼圣令 就这样送我们走了 不应该给点补偿吗 清秀少年埋怨道 九霄先帝美好气道 收了那么多宝物 你还不知足 清秀少年嘟囔道 那算什么宝物 一把剑都没有 秦南立马向前 拱手道 先帝前辈 他说的胡话 你且不要放在心上 我们现在就离开 三人朝着光门走去 这一趟的收获 已经是非常丰盛了 等等 突然 九霄先帝拦在了他们面前 长叹了一声 道 你小子说的也没错 我身为堂堂先帝 破坏了规则 于情于理 的确该给你们一个补偿 三人眼睛齐齐一亮 清秀少年更是激动道 有剑吗 我这里可没有剑 九霄先帝淡淡笑道 不过 我可以给你们另外一样东西 我先前不是说过 大眼圣令需要集齐三块 才能得到真正的大眼天宗传承吗 天极榜之灵文言心中一跳 道 前辈 你是说 九霄先帝唯唯汗首 你猜得没错 我可以告诉你们 剩下两块大眼圣令在哪里 这个补偿如何 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补偿啊 若是靠他们自己的话 他们要找到剩下的两块大眼圣令 那根本不知道的浪费多少时间 最终能不能找到 那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们且等等 我现在只是一缕一世 需要推算一下 九霄先帝单手截出了一个奇妙的法应 一道道圣光在指尖上闪耀起来 嗯 突然 九霄先帝眼睛一眯 前辈 怎么了 秦男好奇问道 你该不会是没推演出来吧 清秀少年满脸警惕 他总觉得这九霄先帝不靠谱 那倒不是 九霄先帝沉吟一声 道 只不过 事情有点超乎我的预料 具体如何 我现在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 不过 我可以告诉你们 剩下的两块大眼圣令 已经聚在一起了 此话一出 秦男三人都是一愣 九霄先帝脸上露出一丝玩味 道 早就有人盯上了大眼圣令 这里的大眼圣令 应该是他们需要寻找的第三块 第2531张升阳台 秦男三人眉头为咒 早就有人盯上了大眼圣令 那就是说 东阳是受人指使的 东阳可是长老一末的后人 自身实力也不是特别差 想要指使他的话 宗主一脉或者是某位先帝的后人 秦男三人都想到了这一点 我可以告诉你们 是先帝的后人 九霄先帝也含深意 道 而且 这次里面水很深 情况很复杂 你们此番得到了这块大眼圣令 或许不是一件好事 而是一件坏事 要不要我帮你们把大眼圣令取出来 清秀少年哼了一声 先帝后人又怎样 天极榜之灵也是浑然不惧 先帝前辈 这就不用麻烦你了 不管他是什么人 我得到的东西 还从未有交出去的习惯 秦男心中一动 问道 先帝前辈 能否告知我们那位先帝后人在哪 此话一出 清秀少年和天极榜之灵 都是眼睛一亮 是啊 对方手上已经有了两块大眼圣令 若是能够找到那位先帝后人 然后对他下手 岂不是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聚起三块大眼圣令了 你们胆子倒是不小啊 竟然还想主动找过去 九霄先帝哑然失笑 道 没有那么麻烦 对方想必已经知道了这里的事情 等你们离开此地之后 对方定然有办法找到你们 说完之后 九霄先帝忽然屈指一谈 打出了三道仙光 没入了秦男三人的体内 既然大眼圣令已经被人找到 那我就帮不了你们 这三旅意志 或许可以在关键时刻帮到你们 算是给你们的补偿了 九霄先帝淡淡笑道 那先帝后人 比你们想象中要强 你们此去万万不可小区 秦男三人齐齐拱手 多谢前辈 随后 三人都不再废话 走入门中 消失不见 三十席之后 秦男三人出现在了一座山峰之上 环顾四面八方 只能看到火红的云彩 已经看不到九霄先帝留下的传承之地 显然被传出了很远 突然 天极榜之灵眉头微挑 道 动作倒是很快 他单手截出一道法印 然后向前一拍 一道道白光 映入虚空之中 缓缓凝聚成为了一名面容模糊的长法青年 在下张不凡 不知阁下如何称呼 长法青年看着天极榜之灵 语气平淡 有种与生俱来的傲气 他还并不知道 他通过天极榜之灵体内的大衍圣令 传来的一道神念 已经被天极榜之灵运用奇妙手段 具陷在了天地间 他现在的眼中 只有天极榜之灵一人 叫我天歌就好 天极榜之灵语气也一样平淡 天歌 张不凡微微睁了一下 心头有些不悦 天极榜之灵想让他如此称呼 百明了是要占他的便宜 道友既然不肯说 那就罢了 张不凡道 我废话便不说了 我们手中已有两块大衍圣令 还差到有手中的这块大衍圣令 只要道友肯将这大衍圣令给予我们 道时候开启大衍天宗真正转成之后 除了传承殿之外 其他的炼药阁 仙法罗等等 都可以让道友独选其二 如何 天极榜之灵诗笑一声 道 你当我是傻子吗 先不说三块大衍圣令聚齐之后 可以得到大衍世界山的真正秘密 再者 为何不是你们给我两块大衍圣令 除了传承殿之外 其余的大殿我都给你们 秦南和清秀少年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张不凡还真是打得好算盘 张不凡模糊的双眼中 涌出了两道雷光 声音变得冰冷起来 道 道友这是不愿放弃大衍天宗的传承 想要与我们争议争了 天极榜之灵理所当然的点点头 那是当然大衍圣令选择了我 那就是我与大衍天宗传承有缘 岂能就这样放弃 依我之见 我们不如连起手来将传承开启 到时候 谁能够得到传承 那就看个人的本事了 张不凡冷笑一声 道友想得到好 我们已有两块大衍圣令 你却只有一块 共同开启岂不是我们吃亏 再者 道友真要与我们作对 虽说你们三人战力强大 还有知道境界的天尊 但是不要忘了 这可是在大衍世界山 不是在别的地方 而且 不妨告诉你们 此次前来大衍世界山的诸多天才 其中十之八九早已被我们拉拢 你们所见到的真黎公子等人 都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清秀少年撇撇嘴 道 老天 你告诉他 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九屋神器的先进 天极榜之灵了然 非常淡然地说出九屋神器 张不凡双眸中的雷光 骚然大涨起来 似乎动起了怒火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不清楚这九屋神器的具体作用 但是张不凡很清楚 此法乃是上古绝境起来 恰好可以克制大衍圣令 能够将之崩碎 在张不凡看来 天极榜之灵这么说 显然是在威胁他 很好 没想到道友竟然还掌握着上古绝境 张不凡强压着怒火 道既然如此 那便请道友赶来升阳台吧 说完之后 张不凡的身形 就破碎开来 化为了无数光点 情况不容乐观 没想到张不凡竟然邀请了绝大部分的天才 看来他早就是筹谋已久 布下了各种计划 天极榜之灵眉头拧起 而且 这张不凡作为先帝后人 对于大眼世界山以及大眼天宗 肯定是更加了解 如虎天意 他邀请这么多天才过去干什么 就不怕有人进去了传承店 与他进行争夺吗 或者是 等他取得传承之后 遭到诸多天才的联手吗 秦男问道 这很显然 张不凡敢这么做 就不怕有人来抢 我估计 应该是需要有大眼圣令 才能够具备得到大眼天宗真正转成的资格 清秀少年想了想 道 而且 他邀请这么多天才过去 真正的目的 恐怕不是为了 极诸多天才之力 拿下那些大眼圣令 而是为了形成大场面 从而晋升无上天尊 第2532章先帝后人 秦男和天极榜之灵眼睛一亮 这对他们来说 倒是一件好事 他们正好也可以趁此机会 冲击无上天尊的关卡 不过 先前九霄先帝说 这里面形势复杂 那么 肯定不会是表面上这么简单了 很有可能 对方除了张不凡之外 还有其他的先帝后人 清秀少年说道 仔细想想 凭张不凡一人 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似乎也不太可能 天极榜之灵 唯唯汗手 道 若对方真的有数位先帝后人 那我们的确不能小区 清秀少年道 总之 现在一切都不清晰 什么也都说不好 我们打定主意要去 那到时候就只能随机应变了 说到这里 他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得意洋洋 反正你们两个不要担心 有我照着你们 肯定能够轻轻松松取得大眼天宗的真正传承 得到大眼世界山的金氏秘密 秦南两人直接无视了他 打开那张地图 寻找升阳台的位置 很快 他们三人身行动了起来 朝着东方飞了过去 也不知九霄先帝是有意还是无意 他们距离升阳台并不是很远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 他们的视线之中 就出现了升阳台 只见 在漫天星光之下 一尊足有方圆百万丈之大 呈现为淡红色的石台 静静悬浮于离地千丈之处 释放着一种洪荒气息 秦南三人从远处的天空 眺望而下 就见到石台之上 耸立着一尊尊高大的石像 有人 有妖 有神 有魔 他们仿佛存在了几掌的时间 布满了斑驳的痕迹 但这并未阻挡他们的神运 让人感觉他们像是有着生命 随时可以复苏 在那中间之处 布满了无数道纹路 交织成为了一幅神秘的图案 上面站着足足上百位修士 秦南所遇到的东阳 珍黎公子等人 早一步来到了这里 此时的东阳 正双膝跪在地面 脸色苍白 他的面前有着一名长发青年 伸手指着他 满脸怒火 不断开口 显然是在大骂训斥 此人便是某位先帝的后人 张布凡 则 这东阳还真够窝囊的 好歹也是长老一末的后人 竟然如此没有尊严 清秀少年摇了摇头 有些怜悯 也有些鄙夷 秦南三人目光略过 看向其他修士 这些修士中 有男有女 彼此交谈 体内散发出来的气息 都是无比神秘 让人无法看清底细 而且 秦南三人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这上百位修士们像是分为了三个圈子 其中一个圈子 乃是真黎公子等人 人数比之前更多了 另外一个圈子 也有着三五十人 最后一个圈子 则只有促十人 咦 他也在 秦南很快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倩影 正是时空圣殿的圣女柳宁霜 还真是一场盛会啊 那促十人 无一例外 都来自于诸天万界的顶级大势力 比真黎公子等人的背景还要深厚 纳德复健青年 名为赵无一 应天境界的天尊 他旁边的纳德女子 名为雪妹人 也是应天境界的天尊 清秀少年分别指出这些人的来历 似乎对所有的天才 都非常的了解 强者不少啊 天极榜之灵眼中掠过一丝光芒 他现在也是应天境界的存在 这其中有数十人与他相当 秦南体内的战穴 也是微微躁动 不得不承认 诸天万界就是不一样 仅仅这大眼世界山上的一场盛会 就是强者遍地 三位道友 既然已经来了 何不现身呢 忽然间 张不凡不在迅池东扬 而是扭头朝着秦南三人所在之地看来 声音洪亮 响彻四周 所有的目光 顿时齐刷刷看了过来 我往你们体内打入一道静置 清秀少年传音道 免得到时候传承开启之后 我们无法取得联系 说吧 他分别在秦南和天极榜之灵背后拍了一下 两人的试海之中 都凝聚出了一枚勾玉状的符号 三人也不再隐藏 大大方方的浮现身形 在众目睽睽之下朝着众人飞去 东阳真黎公子 燕丹青等等人 立即投来了愤怒的目光 其他的天才们 则是充满了好奇 玩味 亦或者是不屑 柳宁霜看了秦南一眼 唯唯点头 并未多说什么 阁下便是那位达到智道境界的天尊 这时候 众人之中 走出了一名身穿金甲的少年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清秀少年 道 阁下想必不是无名之辈 不知阁下来自于何地 其他天才们 看向清秀少年的目光中 除了好奇之外 也带着一丝凝重 每一位知道境界的天尊 那都不是一般的恐怖 清秀少年看了他一眼 反问道 你又是何人 金甲少年淡淡一笑 与其中有着一丝骄傲 道 在下李化 李化 李莫非是 大眼天宗第七位先帝明帝的后裔 清秀少年好奇道 李化末路亚裔 道 你果然不简单 竟然知道我先祖的姓氏 要知道 每一位先帝 都是以道号相称 他们具体的姓氏 很少会透露出来 而且 明帝早已陨落不知道多少年 李家早已在漫漫长河中彻底没落 知晓的人更是不多 则 两位先帝的后人 竟然齐聚一堂 我想 应该还有其他的先帝后人吧 清秀少年扫事重修 道有睿智 确实还有一人 那便是在下 清帝后人 唐淑文 一道温和的声音响起 一名面若白玉 眉目清秀 身穿一席蓝袍的青年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让人感觉温文尔雅 彬彬有礼 清秀少年目光看去 同人唯唯一缩 这个唐淑文 非常不简单 比那里话合章不凡 都要恐怖得多 清秀少年语气中 罕见露出了一丝凝重 对着秦南两人传音 第2533章图辩 秦南两人心中暗领 认识清秀少年到现在 还从未听过他如此评价一个人 敢问道有尊姓大名 唐淑文拱手作一 哎 我的名字有那么重要吗 罢了罢了 告诉你们也无妨 免贵姓林 自小天 清秀少年叹了口气 原来是林道友 姓慧姓慧 唐淑文微微一笑 道 我见林道友也是个爽快人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共同开启大眼天宗的真正传承 如何 说完之后 唐淑文手掌一挥 一枚大眼圣令浮现在了他的面前 垂落光滑 李化走上前来 也寄出了一枚大眼圣令 不远处的张不凡健壮 冷横了一声 神色有点阴朗 老天 你来吧 清秀少年扭头道 天极榜之灵没有多言 走上前去 把体内的那枚大眼圣令照了出来 嗯 唐淑文 李化张不凡三人 都是神色为争 不由得仔细打亮了天极榜之灵几眼 原本他们以为大眼圣令会被这个林小天给得到了 结果没想到是另外一人 此人也不简单 三人心中暗道 嗡嗡嗡 这时 三枚大眼圣令之间 建立起来了一种神秘的联系 都同时振战起来 释放出来了一个个金色的文字 飞向了天空之中 足有修饰的目光 立刻齐刷刷看了过去 直到有了足足9999个文字 聚集在一起之时 前方的天穷之中 才漠然响起了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那悬挂在天穷的无数耀眼星辰 齐齐垂落下来了一道星光 最终汇聚在了一起 化作了一道巨大的纯净光团 然后猛的碎裂开来 这一碎 仿佛是碎开了一道古老的封印 一个无比巨大的屏障 它没有撒下任何的光点 反而是浮现出来了一个高有数百丈 宽有数十丈的裂缝 透过这道裂缝 每一个人都看到了 里面光芒闪烁 掀起席卷 各种吉兆异象 不断地诞生 也看到了一个瑰丽绚烂 宏伟庞大的古老世界的一角 这就是所谓的大眼圣殿 它不是简单的一座殿堂 而是昔日大眼天宗的旧址 一个世界 大眼天宗的真正传承 不少人心头激动 虽说这几百万年以来 曾有上百人得到过大眼天宗的真正传承 但是那基本都是有缘者在暗中进行 其他人并没有机会参与进去 尽管他们此行肯定是无法得到 大眼天宗的核心传承 但里面还充满了其他各种绝世机缘 一旦能够得到一两个 必然能够让他们有着巨大的突破 然而 就在这一刻 陡然发生了变化 只见到 从那碎裂的一角里面 雾的冲出了滔天光芒 飞入天穷深处 然后又化作上千道光柱 直入大地之中 消失的无影无踪 紧接着 一道沧桑沙哑的声音 响彻在了天地间 大眼天宗的真正传承 彻底就此打开 所有修饰 皆可进入其中 谋取造化 所有修饰都是疑愣 忽然 有一人惊声道 我师弟竟然听到了这个声音 他只是在第一重天里面啊 又有数人 纷纷开口 都是同门师弟给他们传来了神念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 也听到了纪玄和龙若天尊的传音 而且他们两人正好还遇到了一个从天而降的光柱 到了这一刻 所有人都反应了过来 此次大眼天宗真正传承的开启 与以往都不一样 而是直接面向了所有登上玄机的修饰 李化 你们什么意思 你们不是说 只有我们可以一起进去吗 如今怎么面向所有修饰了 一名来自顶级大势力的天才 脸色难看 历生质问 你们这是出尔反尔 其他人纷纷反应过来 都有一些愤怒 他们为了帮助李化和唐书文取得大眼圣令 那可是费了不少功夫的 如今居然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连真黎公子等人 也是心头不悦 虽说最终失败了 但他们终究还是出了力 还损失了重要底牌 诸位道有 我们也不知道为何这一次开启传承 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唐书文冷静道 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那也没有办法挽回 既然如此 那我们还不如速速进入其中 谋取机缘 说完这句话 唐书文张不凡 李化三人 率先飞向了裂缝 他们这是想做什么 秦南三人都目录疑惑 唐书文说他们不知道 那肯定是扯淡的 只是对方召集玄机上所有修饰前来 那是为了什么 难道是为了形成大场面 那显然不可能 一百多位天才云集的场面 足够他们近身无上天尊了 并然是另有其他目的 先不管那么多 我们先进入里面 清秀少年传音说道 秦南两人点了点头 朝前飞去 其他修饰们见状 也都化作一道道光芒 相继没入裂缝 哪怕心中再怎么不悦 眼下木已成舟 他们根本无法改变 只能先抢到这一点点先机了 促时席之后 偌大的声阳台上 已经空无一人 秦南在进入裂缝的刹那 立刻感受到了一股磅薄的力量 笼罩了浑身上下 这有点类似于传颂阵一样 所以秦南没有反抗 顺其而为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秦南才感觉身体一松 落在了一处大地之上 秦南抬头看去 只见那漫天的星光 已经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湛蓝之色 各种各样的神圣意象 相继在天边演化 让人有种进入绝世浮地之感 秦南没有急着搜寻 而是调动清秀少年留下的静志 嗯 静志被压制了 无法传音了 秦南眉头唯唯一皱 第2534张人形身影 以他们的修为 倒不用我去操心 秦南心中暗道 旋即随便挑了一个方向 向前飞了过去 这里的山川 河流 大地 里面都蕴含着一丝非常奇妙的气息 让人感觉他们像是真的存在 又不像是真的存在 秦南观察着所有一切 他不敢有任何大意 收敛着全身起席 暗中运转着大同天爵 随后 秦南像是回到了大眼世界山玄机中一样 每隔多久就能遇到一种天才地宝 他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给抓取了 过了一会 忽然间 秦南的心中升起了一丝警照 秦南瞬间运转大同天爵 降临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他原本所在的地方 直接多出了一根染血的长毛 散发着滔天煞气 冰入了虚空之中 唰 紧接着 从那虚空之中 冲出了三道面容模糊的人形身影 他们都绽放着血红色的光 发出了哗啦啦的声音 尽管看不到他们的双眼 但是可以感知到 他们眼中释放出来了滔天杀鸡 吼 三道人形身影 都发出了一道类似于妖兽般的嘶吼声 响彻四面八方 随后他们身形一动 直接冲到了秦南的面前 手中那染血长毛在线 奋力投下 本源之力 秦南悍然出手 大同天爵运转到了极致 一拳打出 轰 聚声响起 静气荡开 秦南一连倒退了五步 才稳住了身形 手臂发麻 这是什么怪物 好可怕的力量 秦南心中暗惊 这是三道人形身影 再度向他杀了过来 秦南不再有所保留 体内所有问道之法 齐齐运转 一举轰退他们的身形 秦南如同神龙出海一般 再度上前 打出一道璀璨刀光 将其中一道身影给斩杀 秦南在欲出手 背后忽然升起了一股寒意 他脸色微变 迅速变换身形 只见在他的背后 竟是浮现出来了两道人形身影 齐齐向他攻了过来 若不是他反应及时 他至少也得受点轻伤 还有两头 秦南眉头为咒 爆发出惊人速度 将这人形身影的攻击一一避开 然后又打出一拳 将一道人形身影给达成粉碎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从他背后的虚空之中 再度浮现出来了两头人形身影向他杀来 越杀越多 秦南吓了一跳 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转身就朝着远方飞去 以他现在的战力 哪怕面对十尊人形身影 那都完全可以将之镇压 但是 若是十五头 二十头 那他根本就没有盯点办法了 五头人形身影完全没有放过他的打算 紧紧追在他的身后 然后可怕的一幕出现了 当过去了三十席之时 秦南默然感知到 虚空中又降下了一道人形身影 每个一段时间 就会多出一头 秦南心底一沉 如他所料一样 五十席之后 又有一头人形身影从虚空降下 使得他们释放出来的红光 再度向上一掌 宛如一轮残日一样 照这样下去可不行 秦南感受到了一股寒意 若是任由如此 等着人形身影长到百头 那他还怎么应付得了 既然不能杀 又没法置之不理 那就只能镇压了 秦南瞬间有了想法 回身便打出一拳 将那七头人形身影 都给镇退了一步 大眼圣山 给我镇压 秦南用体内的本源之力 演化出一座虚无大山 向着他们碾压而下 七头人形身影似有所感 发出了更为尖锐的咆哮之音 随后整座虚无大山 像是遭到了一股无形的阻碍 来到他们头顶一丈之处时 竟然无法压下 七头人形身影再度冲来 除了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之外 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嗯 秦南神色一惊 大眼圣山的意志 对他们没有任何效果 秦南再度出手 用多种问道之法的道义 演化成为一座大山 向着他们压下 这次他们不再咆哮 而是其其挥出长矛 将之刺碎 秦南心底为尘 若是镇压之术 自然是他领悟的大眼世界山之意 最为合适不过 若是其他的手段 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现在该怎么办 继续这样下去 对了 怎么把他给忘了 秦南忽而反应过来 一掌拍出 一颗颗鼓子 立即相继飞出 闪烁光芒 那七头人形身影 立即像是遇到天敌一般 发出了尖锐的嘶吼 长枪疯狂地刺出 但是不再具备那无与伦比的力量 都变得虚弱无比 果然有效 秦南眼中金光一闪 再度施展出大眼圣山之意 只是在那山中顶部 悬浮着一个仓境有力的仙字 轰 七头人形身影 立即遭到了镇压 不过 秦南很快发觉 这七头人形身影虽然被仙字克制 但并未被彻底降服 仍然在不断反击 撤 秦南立即朝前飞去 随后 秦南遭遇到了他有史以来遇到的最难缠的敌人 大约五十席之后 七头人形身影 就会彻底挣脱克制 再度朝他追杀而来 他们似乎掌握着一种独特的追踪手段 不管与秦南相隔多远 都能够锁定秦南 让秦南有种心筋肉跳之感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被仙字镇压过后 这种人形身影要隔上足足七十席的时间 才能够增加一头 所以 有的时候 秦南为了防止他们数量增加的太快 不得不停下脚步 等到人形身影们距离他只有一定距离的时候 再打出线刺 将他们给镇压 这样下去迟早不是办法 秦南眉头拧紧 在这追及的过程之中 他尝试了多种办法 最终都没有效果 嗯 突然 秦南看到前方有着一片浓密黑雾 更为诡异的是 那诸多人形身影们 锁定在他身上的契机 陡然全部消散 第2535章神秀阁 秦南犹豫了不到一席的时间 就将仙字等等骨字打出 护柱周身 向前而去 即使这黑雾中有着莫大危机 他也要去闯一闯 毕竟这总比被一群莫名其妙的人形身影给追杀致死要好得多 踏入黑雾的瞬间 秦南的神念 同力等等 再度遭到了压制 他的目力只能看清方圆三丈左右 不止如此 护住他周身的骨字 也是光芒大作 尤其是仙字 光滑璀璨 里面隐隐有仙音传来 将黑雾给死死挡住 没有侵入他体内一丝一毫 秦南尝试着往黑雾里打出了一缕刀器 然后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刀器斩出不过半丈 竟然就自行消散 无影无踪 像是被某种恐怖妖兽给吞噬了一样 还好可以挡住 秦南心中庆幸 这种诡异黑雾太可怕了 即便是他的修为 恐怕也扛不住三十席时间 也不知道这黑雾中有着什么 秦南心中愈加谨慎 继续向前 四周竟悄悄一片 除了秦南的脚步声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 秦南向前走了一个时辰 但是除了地面的杂草之外 仍旧什么都没有看到 就连脚下的这片暗红色大地 都是一片平坦 没有丝毫起伏 没有任何坑洞 突然 秦南看到了一截手骨 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抵抗着黑雾的侵蚀 秦南心里稍稍松了口气 要是真的什么都没有 那反而有点可怕了 这截手骨不简单啊 还残存着一股惊人的武道意志 这截手骨的主人 生前恐怕也是一位巨头 超过了无上天尊境界 秦南俯身观察 心中暗自惊叹 至于这手骨的主人 到底有多么强大 那秦南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他对于这诸天万界具体的武力体系 并不是很了解 正所谓 无知者无畏 秦南正因不了解 所以才没有被吓到 秦南没有收下手骨 此鼓励量尽失 残留的武道意志对他也没有任何意义 他继续向前 几乎每隔半个时辰左右 他就能见到一些残肢断骸 其中有一截腿骨最为惊人 散发出来的武道意志 硬生生将黑雾给撑开了方圆两丈的距离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很快便过去了一天 黑雾仿佛没有尽头 秦南仍在向前行走着 黑雾开始变强了 秦南心里暗道 他必须得动用更多的力量去催动各大骨子 才能够保证抵挡住黑雾 此地的黑雾 隔绝了所有一切 我体内的力量根本的不到任何补充 若是消耗到一半 仍然没有什么发现的话 那就只能选择退去了 秦南打定了主意 他还能坚持三个时辰 似乎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眷顾 秦南这次向前不到半炷香 就看到了朦胧光亮 秦南精神为振 加快了脚步 这时 秦南很快便见到 在那前方的大地之上 耸立着一尊高达万丈 共有三层 占地千丈的古塔 塔身像是用某种极品白玉所著 唇霞无垢 散发着一圈圈白色的光晕 在浓密的黑雾之中 隐声声撑开了方圆千丈的范围 不受丝毫影响 如同绝世净土 秦南目录金色 这是什么法宝 竟然具备如此恐怖神威 若是将此宝拿下 秦南眼中露出了一丝火热之色 小伙子 这可不是宝物 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 就在这时 一道沙哑的声音 从塔中响了起来 一名身穿灰色长袍 胸口秀有一朵红云的老者 从塔中走了出来 老者头发花白 满脸皱纹 双眼中竟是一片空洞 让人感觉诡异 秦南心底为惊 不过很快反应过来 拱手作一 敢问前辈是 能从这恐怖塔中走出 这老者定然是非凡的存在 老者脸上挤出了抹笑容 道 小伙子 你胆子很大 笼罩在此地的 名为绝道独障 即便是帝皇级的存在到来 那也得掂量掂量 不过 真没有想到 你竟然掌握了仙字 自从大眼天宗覆灭之后 虽说出现过百位传人 但是这百位传人里面 仅仅只有两人才掌握了这仙字啊 若是没有这仙字 那你早就死了 秦南背后生出了一身冷汗 没想到 绝道独障 竟然如此可怕 自我介绍一下 老夫名道子 乃是大眼天宗神秀阁的阁主 名道子空洞的双眼中 出现了两缕细小的金色火焰 像是在打亮着秦南 道 这白色之塔 就是当年大眼天宗的神秀阁 专门负责炼丹 秦南听到这里 倒是没有太多的感觉 不过 若是诸天万界的人来到此地 那他们必然会欣喜若狂 要知道 诸天万界与大上界不同 诸天万界丹道昌盛 体系庞大 有诸多仙丹 都具备逆天的功效 陈秀阁乃是大眼天宗的炼丹阁 那必然有着强大的炼丹术 丹方 丹药等等 若是能够的之一二 那完全就是一场极大的机缘 但是 大上界就不同了 丹道并不是多么昌盛 各大修士的目光 都是紧盯着天尊 无上天尊的境界 所以 秦南内心毫无波动 只是试探道 那前辈出来见我的意思是 明道子心中暗赞一声 从秦南的反应来看 他已经决定此人不是极其无名之辈 定然来自某个顶级大势力 或者被某位无上强者指导 否则绝不会如此淡定 明道子更加欣赏了 于是笑道 你能够得到先字 那就证明你与我大眼天宗贞正传成有缘 同时也证明了 你的武道天赋层次非常的高 所以老夫愿意为你破一次力 让你参与一次我们神秀格的考核 若是你能够达到要求 那么神秀格的单数单方 你可以任选其三 但要更是可以挑走一半 第2536章先天五到十 秦南眼睛为亮 立刻问道 前辈进行什么样的考核 怎样才算达到要求 虽然他对单数单方这些 没有任何的兴趣 但要是不太难的话 他还是不介意收下的 而且 这明道子对他应该是没有恶意的 不然以这明道子的手段 他定然无法反抗 要知道 大眼天宗覆灭开始 距今已经过去了百万年岁月 明道子还能够以特殊的手法 残存于是 可以见得明道子当年是何等强大 理且等等 明道子转身进入塔中 过了几十席之后 才走了出来 手心中拨出了一块巴掌大小的石头 明道子向前一推 石头落在地面 顿时开始暴涨起来 直至两人之高的程度 才停了下来 除此之外 石头本身也由黑色化为了金色 释放着淡淡光辉 让人感觉极为不凡 此乃我神秀格的一箭至宝 名为先天五到十 当年我们大眼天宗 机缘巧合之下 曾救下过一位拥有上古先天五体的强者 此人在作画之后 将身躯留给了我们 我们就用来打造了此时 明道子缓缓道 此时具备多种不可思议的威能 其中有一个 那便是可以用来测试一位修士的武道天赋 说到这里 明道子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道先天五到十与其他测试五到天赋的宝物 那可是完全不同 此时检测的更为精准 它总共有九十九到一项 代表了五到天赋的九十九层 秦南神色一争 道 所以 这考核就是测试五到天赋了 不错 明道子唯唯汉守 道 自古以来 许多势力认为 炼丹所需要的是担负 也就是炼丹方面的才能 但是我们神秀格不这么认为 我们一直觉得 更重要的是五到天赋 每一颗丹药 就像是一颗五到种子 五到天赋强大之人 可以让这颗种子有更多的变化 生长到更高的程度 天生就是一个炼丹师 此次你参与考核 若是能 明道子想了想 道 触发到三十三层异象 那便足以了 原本按照他们先前定下的规则 至少需要触发到五十五层异象 才能够达到标准 不过 明道子对秦南印象不错 再加上他存在不了多久了 秦南很有可能是他遇到的 最后一个掌握先字的人 所以就魄力放低了要求 以防万一 好 前辈 我参与考核 秦南立刻点头答应 要是其他的考核 他或许会犹豫一二 但是测试五到天赋的话 那他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因为测试五到天赋 本身就没有任何危险 再者他对自己的五到天赋 也有着信心 达到三十三层应该没什么问题 秦南心中暗道 同时也有一丝好奇 他的五到天赋 可以达到多少层 盘膝坐下 将手掌放在这先天五到时上就可以了 秦南按照明道子所说 将手放在五到时的刹那 瞬间感受到了一股奇妙的力量 流入了他的全身上下 他的心神也渐渐凝静下来 进入了一种空灵的状态 明道子见状 微微点了点头 能够这么快进入状态 三十三层是没什么问题了 哎 没想到我们堂堂神秀阁 如今竟然要降低标准 才能够找到人来承担因果了 忽然间 一道沙哑的声音响起 一名浑身散发死气 全身漆黑的老者 从塔中走了出来 在老者的身后 还有着聪明老者 他们无不例外 都是浑身死气 皮肤漆黑 四人四鬼 这个小娃娃一般 不如前面两个得到先自之人 他们当时将手掌放到先天五到十的刹那 可就触发了十层异象 最后更是达到了七十层异象 确实 从这情况来看 最多也就触发五六十层异象了 没想到 这样的武道天赋 都能够获得先自 如今大眼天宗的传承标准 也开始降低了麻 又有两名老者开口说话 他们倒不是瞧不起秦南 只是有点心酸与无奈 明道子却有些不悦 道都已经这的地步了 你们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 而且 指不定这小子最后可以达到七十层 给我们一个惊喜呢 刚开始没有触发异象 可不代表武道天赋不强 几名老者都是哑然失笑 道 阁主 你说的这番话 你自己相信吗 阁主 我们也只是感慨而已 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对 是啊 阁主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们心里很清楚 明道子叹了口 确实 他自己内心都是不幸的 只是有点可惜了 当年我选择舍弃肉身 化作不仁不轨的存在 于此地等待了数百万年 却依然没有遇到可以触发八十层以上的存在 一名老者的语气中 有那么一丝绝望 老齐 我当年就说过 触发八十层以上 那几乎是不可能 除非是先天无体 但是 先天之体 为诸天万道所不容 上百万年时间中 能够出现一个兜了不得了 一名老者摇头道 语气很平静 仿佛早就知道了结果 明道子也有些无奈 还有些不甘 道 是啊 若是有先天无体之人出现 那必然可以炼制出传说中的十转仙丹 十转仙丹啊 逆天逆到逆众生 说到这里 他幻想出来了十转仙丹出世的那惊天画面 整个人都不由得激动起来 其他老者们纷纷沉默 似乎他们也在幻想着那一幕场景 他们这些人 与寻常的修饰不一样 他们生而为丹 一生也为丹 他们甘愿受哭及煎熬上百万年 也依然是为了丹 只可惜 他们见不到了 也不知后世之中 是否会有时转仙丹出世 开始触发异象了 第2537章经典 明道子以及几位老者的目光 立刻齐齐看向了秦南 只见到 整颗先天无到十项是从沉睡中被唤醒了一样 无数道玄奥的纹路 覆盖在其表 那释放出来的光辉 也陡然变得璀璨起来 神意非凡 不止如此 还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在整颗先天无到十上散发而出 向四方游走 翁 先天无到十阵战而起 在其上方顿时有无促火焰涌现而出 熊熊燃烧 若是仔细观察的话 还能发现在这火焰的深处 有着一株巴掌大小的青莲 不断咬异 火中种青莲 这还没有结束 一道又一道的异象 宛如纳雨后春笋一般 不断地冒了出来 有时终生神侯 神王入九天 九龙九凤舞等等 让人目不皆辖 一股无形的大事 立刻席卷开来 虽然这些异象们 都是虚幻的存在 但是它们其中代表的异议 都是极为惊人 三十道异象了 五 按照这个速度 达到五十道异象 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只是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六十道异象 您道子和几位老人 都是微微汗手 他们用先天舞蹈时测试过不少人的舞蹈天赋 所以有了一定的经验 从刚开始的速度 可以做出一个大致的判断 时间流逝 百息之后 从那先天舞蹈时中 已经焕发出来了足足五十五道异象 立于半空之中 相互重叠 如同大山一样 波澜壮阔 不过 异象触发的速度 已经开始变得缓慢下来 没有像刚开始一样 瞬间就演化好几道 果然 几位老者都是轻叹一声 从现在的情形来看 秦男也就只能达到六十层了 根本无法再高 明道子的神情 没有任何的变化 他开始对秦男的要求 只是要达到三十三层就好了 现在秦男达到了六十层 已经算是远远超出了 不过 他的内心深处 还是有着那么一丝失望 难道说我还没放弃吗 明道子心中自嘲了一句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遍陡声 只见到 先天舞蹈时释放出来的光芒 故而变成了血一般的鲜红 如同凤凰鸣叫的声音 响彻四面八方 明道子和几位老者都是一针 紧接着 他们就见到了无比震撼的一幕 已经戛然而止的意象 像是得到了一股无上法力的刺激 再度开始暴涨起来 六十五道 七十道 七十五道 七十九道 就在这一刻 那所有的意象 都仿佛活过来一样 释放出来了惊人的大事 第八十层意象 演化在了众人的面前 这 明道子与几位老者 都是满脸震撼之色 根本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 八十层意象 此此乃是先天舞蹈体 我 我没有看错吧 这 这不是意象吧 一名老者声音颤抖着 没错 先天舞蹈体 此此乃是先天舞蹈体 明道子反应过来 整个人无比激动 仰天狂笑 哈哈哈哈 先天舞蹈体 终于让我等到了 其他老者们也反应过来 无比兴奋 哈哈哈哈 这百万年来的煎熬 根本不算什么 这一群曾经赫赫有名的恋丹师们 此时此刻开心得像是一个孩子一样 对于这一切 秦南都市浑然不知 秦南现在仍然是一种空灵的状态 只是他隐隐约约感觉到 有个莫名的声音 在他心中响起 说着一种他从未听过的言语 刚开始时如同低语 等到后面变得越来越大 像是雷霆一样 仿佛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正在嘱托一样 与此同时 明道子等人 也稍稍冷静下来 但是依旧非常激动 现在先天舞道体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将神秀时转大丹点传授给他 不错 他是先天舞道体 必然可以炼制出来时转仙丹 我们必须把神秀阁剩下的一切 全部都交于他 哎 你别忘了 我们当初选择如此的时候 信心非常的足 设下了除非出现99层之人 才能把神秀阁的一切给出去 妈的 当时我们想那么多干什么 结果现在最多只能给他八成 这太玄大罗功没法给他了 若是没有此功 那他要想练至时转仙丹 就太难了 明道子几人一言一语 刚才的喜悦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郁闷 然而 就在这一刻 那几乎已经停滞下来的异象 陡然向上层层暴涨 八十五道 九十道 九十五道 明道子和几位老者 都是陡然一惊 难道说 这小子可以 明道子和几位老者的呼吸 都开始变得急促起来 果不其然 就在下一刻 异象达到了99层的呼吸 那散发出来的光辉 都照入了漫天黑暗之中 像是熊熊燃烧的神火一样 明道子和几位老者 都是身躯一阵 面色大喜 99层异象啊 最巅峰的武道天赋 他们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留给秦南了 秦南到时候 必然可以炼至出诸天万界中第一颗石转仙丹 但是 就在下一席 他们便见到 整颗先天武道石 像是受了某种莫大的刺激一样 释放出来了无穷神灰 像是一把把绝世利剑 展入了远方的黑暗中 这是 第2538章十转仙丹 明道子等人睁大眼睛 然后就见到了永生难忘的一幕 整颗先天武道石 竟然直接碎裂开来 化为了万千光点 凝聚成为了一尊身形高大的模糊身影 这道身影 仿佛是天地间的唯一 世间的万物 在他的面前 都要黯然失色 身影似乎还活着 他微微低头 看向了盘膝而坐的秦南 发出了一道苍老却又震耳发聩的声音 那是真的 说出了这四个字 身影并未再多活什么 而是一直点在了秦南的眉心 刹那间 那九十九层异象之上 再度掀起了滔天神盲 一百道 一百零五道 一百一十道 一道又一道明道子等人 从未听闻过的异象 不断地演化了出来 仿佛是要将整个黑暗 都给彻底照亮 这一段奇景 持续了足足五十席的时间 最终才停止下去 漫天的异象 高大的身影 都不复存在 先天五道时 静静立于地面之上 释放着淡淡金色光辉 四面八方 一片寂静 无声无息 不知过了多久 一位老者才反应过来 咽了口口水 声音有点颤抖 诸 诸位 我刚才 没有看错吧 这 这不是幻象吧 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已经完全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要知道 先天五道时最高只能测出九十九层 为何这次演化出来了快两百层 刚才那的高大身影是谁 难道是那位不幸陨落的先天五道体吗 不是幻象 这一切都不是幻象 明道子反应过来 强压着心中那无边的喜悦 斩钉截铁道 必然是这小子的五道天赋 已经超出了先天五道时所能测到的范围 才会出现刚才那一幕 又或者是 正因为他是先天五道体 所以触发了先天五道时 时间流逝 半个时辰之后 秦楠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现在的精神 格外的饱满 就好像刚才并未经历一场考核 而是好好地睡了几天几夜 彻底扫去了疲惫 不过 现在秦楠的心底 充满了疑惑 他听到的声音 是谁在说话 到底要告诉他什么事情 半个时辰之后 那进入他体内的神秘力量 到底是什么 为何他现在感知不到 但是 根本不由得他多想 他彻底睁开眼睛的时候 立刻就看到了明道子 静在咫尺的脸 把他给吓了一大跳 前辈 你 恭喜你了 明道子笑咪咪道 你五道天赋很不错 一共触发了七十层异象 通过了考核 刚才那半个时辰之内 明道子和几位老者 从震撼喜悦之中 恢复了镇定之后 就一致打算 不要告诉秦南 这场考核的真相 避免秦南骄傲和膨胀 至于需要先天五道体 才能炼制时转先丹的事情 他们也不打算告诉秦南 七十层 秦南心中暗领 这诸天万界 果然不简单啊 先天五道时 可以触发九十九层异象 那就代表着肯定 有人可以做到这一步 秦南认为自己的五道天赋 已经算是相当不错 结果现在看来 还真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先前曾说过 若你能够过关 神秀阁的丹术 丹方你可以认取其三 丹药可以挑走一半 如今你远远超过了标准 那么丹术丹方丹药 你都可以全部带走 明道子笑容满脸 全都可以带走 秦南神色一喜 不仅如此 我们还要给你一个巨大的机缘 那就是太玄大罗宫 可以任你驱使 明道子郑重道 嗯 太玄大罗宫 秦南看了一眼 这神意无比的白色小塔 当然不是了 此塔乃是神秀阁 伟大眼天宗崇耀的宗旨 这个不能给你 明道子摇了摇头 笑道 不过 太玄大罗宫可不比神秀阁差 都是同一个级别的至宝 只不过 得等十年 十年一到 此宫便能破开虚空 自行找到你 秦南嘴角为抽 能够得到一个堪比神秀阁的至宝 那确实是一件好事 但是 十年之后 他几个月后就不在这里了 根本没有机会驱使太玄大罗宫 你小子还不乐意了 在数百万年前 这太玄大罗宫可是我们大眼天宗的至宝之一 即便是父宗主也没有驱使他的资格 明道子翻了翻白眼 秦南摇了摇头 试探道 前辈 你们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他只是通过了一个考核而已 但是明道子却给他这么多好处 不管怎么来看 都有点古怪 我不瞒你 如今的我 距离消失已经没有多久了 阁内的几位长老 也都是一样 明道子淡淡笑道 如今你出现了 我们将一切托付给你 只是想让你将我们神秀格的威名 再度响彻诸天万界罢了 当然了 也不止如此 我们还希望你能练至初十转仙丹 秦南立即问道 十转仙丹 那是什么 明道子解释道 诸天万界之中 所有仙丹都共分九转 一转最似 九转为强 但是 我们神秀格一直都认为 这世间存在着传说中的十转仙丹 只可惜 当年大眼天宗图遭解难 我们也没机会去将十转仙丹 重献于世了 明道子长叹一生 他并未告诉秦南全部的实情 毕竟 现在的秦南 还是太弱小了 距离他们所期望的那个层次 扛起神秀格的因果 还有着横掌的一段距离 所以 就没有必要去说 免得给了秦南太大的压力 原来如此 秦南点点头 他心中也未全信 别说这些了 我先带你去神秀格里面看看 第2539章竹笼秘境 明道子大手一挥 白塔之门 自行打开 秦南跟着他的身后 走入了门中 第一眼就看到了几位笑咪咪的老者 而且 这几位老者明明没有眼睛 却让秦南感受到了灼热的视线 让秦南不禁打了个寒战 这几位都是我们神秀格的长老 大眼天宗尚未覆灭之前 那可都是诸天万界赫赫有名的九转炼丹师 明道子介绍道 晚辈林小枝 见过各位前辈 秦南立刻拱手作一 呵呵 少个主不要跟我们客气 几位老者一家满意 只觉得秦南有这等天赋 居然没有一点傲气 实在是难得 明道子屈指一谈 原本有些昏暗的大殿 顿时变得无比明亮 四周墙壁上的一幅幅神秘古画门 都泛起了光芒 里面的各种人物 妖兽等等 似乎都活了过来 明道子脸色严肃起来 双手结出一个奇怪法印 声音洪亮 我以神秀格格主之名 今日降下我神秀格之传承 几位老者也是脸色一肃 盘膝坐起 结成法印 单方 明道子话音一落 那四面八方 立刻响起了无数仙音 各种各样的骨子 瘦皮 欲剪等等 像是跨越虚空而来 悬浮于半空之中 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 秦南抬头看去 心里顿时一惊 这些骨子 瘦皮 欲剪的数量 足有上万之多 而且它们像是记载了大道一样 竟然散发出来了一股磅驳的大势 可振一方天地 我神秀格巅峰之时 共有百万种单方 如今这万种单方 唯我等在这数百万年时间中 精心筛选 不断提炼而成 数量虽少 却可能刮诸天万界之单道 明道子语气平淡 却有一股金氏傲气 万种单方 就可能刮诸天万界的单道 这是何等惊人的成就 单数 明道子不等情难答话 再次开口 只见到 一道道滔天神光 破空而来 其中有金色瘦骨 也有腐朽石碑 九彩玉牌等等 共有上千种 我神秀格之单数 名为万妙单点 不敢称之为举世无双 但也是诸天万界最顶尖的 练单数之一 至于其他剩余千种单数 皆是我神秀格当年收集而来 并且由我等细心研读 去其糟粕 留其精华 由万种单数锤炼至千种单数 秦南听着明道子的声音 内心震动 他刚开始还以为 这只是一场不错的机缘 但是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了 这绝对是一场绝世机缘 单来 明道子大手一招 只见到 一个葛仙玉之瓶 垂落而下 瓶中皆是悬浮着一颗丹药 丹药共有三百多颗 每一颗都与众不同 有的通体火红 四亿缕火焰 有的通体漆黑 四亿尊魔像 而且 这些丹药之上 都不有金色纹路 少之为一道纹路 多知有九道纹路 秦南仔细看去 就发觉共有三颗丹药 不有九道金色纹路 而且里面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如同浩瀚大海 无边无际 即便是以他现在的修为 都难以将其彻底窥探 仙丹分九转 有一道仙文 便是一转仙丹 九道仙文 就是九转仙丹 如今神秀格已经彻底没落 只剩下这三颗九转仙丹 十颗八转仙丹 给你了 明道子清叹了一声 前辈 这已经很多了 秦南安慰到 虽说以堂堂大眼天宗的神秀格 只拿出上百颗丹药 确实有点稀少 但是秦南并不是一个贪心之人 不过 这也要怪秦南对诸天万界的丹药 并不了解 不然他就无法保持淡定了 要知道 九转仙丹在整个诸天万界 那可是极为稀少的 每一颗的出现 必然会引来无数大势力争夺 唯有接近先帝层次的强者 方能有资格服用 这两百三颗仙丹加在一起 足以引发先帝级别的强者出手 明道子笑了笑 道 虽说给你留下的丹药不多 不过这都是我等经挑戏选给你留下的 这里每一颗仙丹 它所具备的效用都不同 你到时候吞服之时 切记要全神贯注 了解他们的要性 另外 你对丹之一道 还不了解 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仙丹不是你想服用就能服用的 以你现在的修为 并多只能服用三转仙丹 若是超过三转的 切记不要因为好奇去尝试 不然很有可能导致你终生无法突破无上天尊的境界 好了 这些东西你全部都收下吧 明道子笑袍一甩 一股无形的尾力 将所有的丹方丹树丹药 全部聚集起来 没入了一枚淡红色的戒指之上 漂浮在了情男的面前 这枚戒指 乃我神秀格少阁主的身份象征 除了刚才那些东西之外 还有我五人留下的一缕一致 到时候你观看各种丹方 单数之时 若有什么问题 可以将其唤醒 我们来替你解答 明道子说道 少阁主 我们神秀格的希望 就寄托在你身上了 其他几位老者纷纷站起身来 拱手说道 各位前辈 你们请放心吧 到时候我定然会尽力而为 情男回了一礼 虽然他对炼丹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既然得到了这样一个绝世机缘 那他到时候肯定不会浪费 有你小子这句话 那我就放心了 明道子笑道 此事已了 你可以离去了 情男唯唯一愣 这就让他走了 如今大眼传承已开 你得到了心字 占据了先机 所以你当下首要之事 就是先将大眼天宗的真正传承给拿到手 至于炼丹的事情 道不着急 等你成为大眼天宗传人之后 再慢慢修炼 明道子沉吟一生 取出了一张古图 道 你如今乃是我们神秀格的少阁主 我们理当助你一臂之力 太多的我们干涉不了 只能给你一点小便利 你就按照此图所记路线去走 穿过那竹龙秘境 就能到那传承之殿 第2540章边刻边走 半个时辰之后 漫天的黑雾之中 情男寄出仙字 破空而去 到时候 得留下充足的时间 把这些单方和单数都给寄下 这些单要 也兜得全部练化了 不然有些浪费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现在就开始吧 情男立刻拿出了一枚一转仙丹 吞入口中 刹那之间 一股无形的力量 在他体内释放开来 瞬间就进入了他浑身上下的所有经脉之中 使之发生了某种蜕变 远远看去 他整个人都在闪烁曝光 如同仙气一般 情男眼睛一亮 他没有想到 这一转仙丹就有这样的单力 那要是九转仙丹 将具备了怎样的单力 还好我是在时空之光里面 即使服用了超过三转的仙丹 哪怕导致我没法突破无上天尊以上的境界 对我也没有任何影响 情男心内暗道一生 若不是这样 那他就浪费大了 随后 情男一心三用 一边赶路 一边体会着丹药的效用 一边修炼着时空圣点 促个时辰之后 情男走出了漫天的黑雾之中 情男看了一眼四周的景象 又拿出一颗一转仙丹 丢入了口中 同时双手截出了极可奇妙的印法 使得一股无形的力量 笼罩在了他的身上 在最后与明道子等人的谈话中 情男得知先前追杀他的那种人形身影 乃是大眼天宗部下的一种静置 他名为杖魔 他们密布在虚空中 无法用任何手段感知到 一旦不小心遇上的话 不管修为和战力有多么强大 那都无济于事 最终都会被耗死 应对杖魔的方法不多 其中一种就是进入此地的秘境 或者是大殿里面 才能够让杖魔退去 第二种 便是明道子传给情男的这种手印 能够使杖魔无法感知到情男的契机 情男拿出古图 确定了方向之后 就继续向前 最后与明道子交谈中 情男得知他们现在处于的小世界 就相当于大眼天宗的宗旨一样 具备着掌教殿 传承殿 功法殿 神秀阁 功基阁等等 还有大大小小让弟子来试炼的秘境 以及一些长老都无法进入的境地 当然了 这所有的一切 无法与昔日大眼天宗真正的宗旨相比的 而是缩小了无无数倍 并且也少了许多东西 情男现在要前往的竹龙秘境 就是昔日大眼天宗用来磨练弟子的十大秘境之一 在此秘境之中 围基四伏 妖兽遍地 最为核心之处 生长着一棵竹龙仙树 传闻之中 此树乃是由一棵围震诸天万界的竹龙 被大眼天宗的一位先帝斩杀之后 龙血不慎洒在了一棵名为无量仙树的树上 从而发生了一变 最终化成 竹龙仙树三百年开一朵花 结一次果 果实服用下去之后 不仅对修为有着巨大的弊异 甚至有机会从中得到竹龙昔日的神通 要知道 那一头竹龙 可是大成境界的绝世大妖 可以与先帝一战 由此可见 他的神通 是何等的强大 三天之后 秦南穿过了一片荒漠 就看到了竹龙秘境 只见到 天地已经彻底变了 天为血色 得为白色 无数的妖气 上下沉浮 甚至还有妖气风暴 席卷四方 各种各样的售吼之声 向天彻底 秦南拿出一枚一转仙丹 吞入口中 体内顿时响起了无数雷鸣声 浑身雷光闪烁 这一颗仙丹里面 竟然蕴含了某种仙雷的雷力 不但对肉身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反而还起到了淬炼的效果 最关键的是 让修士可以感知这种雷力的奥妙 秦南凝出一把雷刀 飞入境地之中 到了竹龙秘境 就没有任何机会取巧 只能一路杀过去 时间流逝 两天之后 秦南已经深入了境地之中 并且能够敏锐地感受到 在那前方之处 有着一尊无上的存在 亘古不动 威慑八荒 天地间存在的妖气 也变得更为浓郁了 甚至凝聚成物 演化各种妖道异象 离竹龙先术不远了 秦南内心暗道 加快速度 片刻之后 他脚步一顿 因为他敏锐地感知到 前方的妖气 开始变得混乱了起来 似乎遭到了某种冲击 有人交手 秦南眉毛一挑 立刻收敛了全身所有奇迹 向前缓缓靠近 大约摆席之后 秦南率先见到 在一座维俄大山的山巅之上 一棵通体血红的大树 傲然而立 无数枝叶 贯穿云层之中 犹如一头鼓龙一样 正在凝视诸天 在这大树之下 则有五道强大的气势 不断地碰撞在了一起 荡开了无数静气 秦南仔细一看 顿时愣住 其中有一人 白衣飘飘 肌肤圣血 拿着一把古剑 宛如一味剑仙一样 斩出了无数金氏剑气 与另外四人站在一起 毫无任何确议 这正是柳宁霜 另外四个人都不简单 秦南眸光一宁 尤其是一名短发青年 催动着一根如同古蛇般的锁链 挥舞之间 就将无数剑气封锁 时不时从刁钻的角度 攻向了柳宁霜 让柳宁霜不得不动用大量的剑气 与之抗衡 柳宁霜现在处于下风 几乎就是败着短发青年所赐 此时 短发青年步步向前 手中锁链化作漫天残影 朝着柳宁霜笼罩下去 他的嘴角勾起了抹笑容 柳宁霜 你就别挣扎了 今天你无天时 无地力 更失人和 怎式的对手 把竹笼之果交出来吧 柳宁霜面色如水 毫无波澜 像是没有听到一样 继续出手 唉 何必呢 短发青年轻叹一声 目光肆无忌惮地扫射柳宁霜的全身 道 我是真的不想伤害你啊 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 那我只好痛下狠手了 还未等他的话说完 短发青年就猛地扭头 看向了另外一方 他双眼的同仁之中 有着一抹璀璨的刀光 正在以着惊人的速度 向着他展了过来 期待